篇幅,提高自己的警觉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佛,我就有这样高度的警觉 学佛之后这是印证,佛所讲的一点都不错 没有学佛之前,要知道我们是一烦恼习气,一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一是轮回一,永远脱离不了三界六道 既然离不开六道轮回,就肯定住三恶道的时间长,住三善道的时间非常短暂 所以我们冷静思维,观察,思维是自己反省,观察是看云云众生 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他不知道修善,不知道积德,他造业 随着自己的贪甜吃慢,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这就是说堕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他有因果 人生在一世,这一生当中,善念少,善行少,恶念多,恶行多,堕落在恶道,不是阎王做主宰,也不是上帝做主宰,也不是佛菩萨做主宰,是你自己的业力在做主宰 佛应化在这个世间教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再依轮回心,不要再依烦恼习气 我们回过头来依三宝,三宝是佛,法,僧,决定不依烦恼习气,回过头来依三宝 依三宝,你就能够出离六道轮回,能够出离十法界 皈依有三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森 这三句,传承时间久了,久了往往就会让大众产生误会 为什么? 凡夫总是喜欢分别执着,他没有办法离开分别执着,这香 听说,皈依佛,就者了佛的香,就会想到佛菩萨行香 听到,皈依法,就想到经典,听说,皈依森,就会想到出家人,这香 这香,错了 佛教给我们的三宝是自信三宝,不是外面的这些现象 所以禅宗六祖大师在,谭经,里面传授三规 他就不用佛法森三宝 诸位在,谭经,上能看到,他传授三规一 他说,规一觉,规一正,规一境 他不用佛法这个名词,他用他的意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敬也 这样一说,就不至于去着香,不至于把规一的方向搞错了,这个方法好 能大师在那个时代,佛法传到中国来差不多有七百年了 七百年,他这样的说法,我们会联想到,一般人接受三规已经这香了,这香可能相当严重 所以能大师有智慧,真正是开悟,觉悟的人,他用这个方法把三规这个概念纠正过来 我们现在距离慧能大师一千三百年,佛法越传越而,学佛都学错了 他没有真正学到佛法,把佛法歪曲,扭曲,所以我们学佛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原因在此地 原因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我们才能学到真正的佛法,真正佛法是信得自然的流露 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实教会,真实,两个字怎么讲法 凡是称性才叫真实,不称性的都是虚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佛菩萨的言语,字字句句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佛菩萨的行持,他是现在世间,一切的造作点点滴滴都是信得自然的表现 这是真实,跟九法界的凡夫不一样 九法界的众生,言语是从意识心里面流出来的,从阿赖耶实里面习气种子流露出来的,这个不真实,这是虚伪的,我们不能够不清楚 我们自己这个形象,表现的点点滴滴是什么东西 是阿赖耶实里面习气种子现行,阿赖耶是虚妄的,习气种子也是虚妄的 你从这个地方来仔细观察,佛,法身菩萨他们明心见性,转阿赖耶为大圆尽至,这叫真实 九法界的凡夫,包括身文,圆诀,全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都不真实,都是虚伪的 八大人绝经,讲,虚伪无主,一点都不错 只有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知道放弃虚伪,随顺真实之可贵,你才会真正发心学佛 你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道理,不了解,发心,很想发,发不出来 其心动念还是阿赖耶实里面种子习气其现行,还是他做主,跟佛,跟法身菩萨那个真实永远隔离 换句话说,虽然接触到佛法,有这个缘分,自己没有善根,没有福德,依旧还是要搞生死轮回,还是要造业,还是要受报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学佛 什么时候你回头,什么时候你觉悟,决定放弃烦恼习气,决定不随顺阿赖耶实里面的习气种子,随顺性德 随顺性德,一定要明心见性的人才能做到,我们常讲原教初驻菩萨,别教初的菩萨,破异品无名,见一分真性,那才真正能做到,我们是凡夫,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 学佛菩萨,因为佛菩萨所说的,所表现的,就是真性的流露 真性,凡夫跟佛是一不是二,所以佛经里面常讲贵在,当人自信,当人是我自己,我承担,我接受 诸佛菩萨的视线,一切经教的教会,就是我自己信得的流露 诸位在典籍里面,我相信你也读过,自信弥陀,唯心净土,阿弥陀佛不是外面的,是我自信变现的 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不是外来的,是我自信里头流露的,这叫自信三宝 我们真正的皈依是皈依自信三宝,不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我们变成外道了 当人,我接受,我随顺自信,你接受,你随顺自信,他接受,他随顺自信 我,你,他虽然有差别,信得没有差别,自信是一不是三 我们要不懂这个道理,永远得不到真正的三规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三规,佛是教导我们回归自信,这是佛菩萨了不起的地方 为什么? 从这个地方,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诸佛菩萨,这是法身菩萨,一丝毫控制念头没有,一丝毫占有的念头没有 我们讲对于一切诸法,一切人一切是一切物,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没有控制,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真正觉悟,这个念头有,六道凡夫都有,九法界众生都有,九法界包括身文,圆觉,全教菩萨 为什么? 他没见性,他还是烦恼习气当家,哪有说没有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没有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肯定有 只是有多少不一样,分量上有差别 越是高层次的,程度弱,越是往下面去的,越严重,只有在这里分 真正断掉,没有的,是开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 所以我们随顺诸佛菩萨的教会,就是随顺自己信德的流露,随顺自己信德的视线 这是佛法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佛法之尊贵就尊贵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要明了,要清楚,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三规的真传 三,是说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三德,这个三德就是自信本觉,自信本正,本来使证之正见 自信本静,本来清静,这是自信三德 不是皈依外面 释迦牟尼佛是自信释迦牟尼佛,自信阿弥陀佛 自信观音,自信大事智,自信德藏,自信文书,自信普贤,全是自信信德的流露 自信外面依法也没有,这个要懂得 现在许多人认为一切佛菩萨是外面的,我皈依他,这错了,甚至还皈依某个法师,这更糟糕了 要懂得完全是皈依自信 诸佛菩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一切众生是自信迷了,变成阿赖耶时,阿赖耶时变现出来的 阿赖耶变现九法界众生,自信变现一真法界的佛菩萨,信根实是亦不是尔 这个道理要是搞不清楚,搞不明白,我们的三规准是错了方向,错了目标 你的修学怎么会有成就 怎么会没有偏差 怎么会没有过失 这是首先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的 换句话说,总而言之,佛跟我们讲的皈依,就是皈依我们的真心,皈依我们的本性 我们现在还是用的妄心,不知道自己的真心,不知道自己的本性 诸佛菩萨视线表演给我们看,我们依照他的形象,依照他的方法来学习,就是皈依自信三宝 皈依的大意,我们简单的跟诸位介绍过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归自信,要回归信德 换句话说,要回归真心,处世待人皆勿用真心,不要再用妄心,这是真正皈依 真心,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佛法里头常讲的大菩提心 我用这十个字来解释大菩提心,大家好懂,这是真心,这就是自信,就是信德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世待人皆勿,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看破是觉,正觉,放下是正知正见,自在,随缘,是清净不染 这个三规一真正落实了,三宝,三学,三会圆圆满满的都在其中 最后,接受一切诸佛的教会,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在这一生当中成就究究竟圆满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 佛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深彼国 我们的因缘非常具足,现在问题就在个人的善根福德 什么是善根? 能信,能解,你真正懂得了,这是善根,能行,依教奉行是福德 如果我们对佛讲的道理,了解不够透彻,信心不坚固,依旧还是随顺烦恼习气 你没有善根,你不能认真依教奉行,你没有福德 因缘是我们真的遇到善知识,遇到正法,遇到修学的道场 同参道友,这些因缘我们具足了 关键在我们能不能真性 能不能透彻理解 能不能依教奉行 果然都能的话,你这一生肯定成就 自度就是度他,自度跟度他是一不是二 自己做好了,做好的形象给别人看,这才能感化人 自己不能的度,而想度别人,佛在经上常说,无有是处,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要帮助佛教化众生,先要自己认真的依教奉行 这里头的意思很深很广,我们的细心去体会 实实在在讲,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 真正做到,你才体会得到,你没有做到,没有契入境界,你体会不到 你听,你也听不懂 不能够契入境界,依旧凭自己的想象,想象就有偏差,就有错误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用自己思维想象来学佛 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面教我们,教得很好,离言说香,离名字香,离心缘香 你才能真正听懂佛法,真正能够信受佛法,真正能够奉行佛法,佛法是自信三宝的流露 三规,经文里面的三条,规依佛,意思是绝而不迷 佛现在不再是了,我们供养佛菩萨的形象,无论是雕塑或者是彩绘的 见到佛像就提醒自己,要像佛菩萨一样绝而不迷 规依法,法是正知正见,所以用经典来做代表,经典里面所说的都是纯正的见解,纯正的知识,智慧 见到出家人,不问他是持戒,破戒,这与我们不相干,他是个好出家人,不好出家人,与我也不相干 我见到这个形象,就要想到六根清静,一尘不染,他来提醒我的,提醒我六合静 森代表合静,跟一切众生能和睦相处,对一切众生真成功尽心 见到这个形象提醒自己,与外境不相干,回光返照,自己就得到真正的依靠,真正回头了 如果说这个出家人破戒,这个人不好,我们就没有回头,心往外面跑,错了 所以绝正静是三宝,佛法僧就是绝正静,是自信的三宝 绝正静反过来就是自己的烦恼习气,觉得反面是迷,正的反面是邪,静的反面是染污 佛在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迷,分别是邪,执着是染 你看看,我们如果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就是迷邪染 现在如何从迷邪染,从妄想分别执着反过来,依觉正静,依佛法僧,我们自己得度了 自己得度这个形象,就是教化九法界还没有觉悟的众生 用什么叫化? 用我们自己的形象,用我们自己的,真诚,清静,平等,正觉,慈悲,心,落实在这个形象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这二十个字,在这两年当中,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灵媒,从灵媒那里得到的讯息 九法界的众生,一切神灵都在学习,都依这二十个字来做 我们得到这个讯息非常感动,他们非常认真努力在学习,我们总不能够落在他们后面,要急起直追,做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三规的弟子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三规的解说,比过去几次说的意思要深,说的意思要广,可以跟从前所讲的合起来看 从前所说的多半着重在世相上,今天所讲的是在理论上,理根是是一不是二,理透彻,是你才真正肯奉行 是为什么做不到 理不透彻,不清楚 所以希望与诸位同学共同来努力,认真的来学习 受持,这两个字的意思,受是接受,持是保持 我们以真诚的心来接受佛陀的教会,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要保持不舍,成佛之后还要保持 为什么? 做给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看 所以三规,仲介,威仪是永恒的,决定没有一天轻易放过的 自己成就要帮助别人,要给别人做样子 成佛之后并不是就休息了,没事情做了,成佛之后事情更多,要处处视现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静夜三福,第四卷,2002年10月27日日本高野山本决院当明,21年1月44年4月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前面将,三规,介绍过了 现在接着看经文 剧足重解 不犯威仪 看这两句 佛门里面常讲,禅是佛心,教是佛的言语,戒律是佛生,我们常讲生,语,亦三叶 如何能转凡夫的三叶为佛菩萨的三叶,这个道理,方法都在这几句经文之中 戒律,戒是指一切的境界,多半是指不善的思想,言行,应该要禁止的 不但老师教导我们,世间国家的法律,一般社会的风俗习惯,也有许许多多是属于这一类 佛陀的 佛陀当年在世,差不多是中国周朝的时代,印度这个国家没统一,中国也没统一 所以有许许多多的部落,我们讲小国,所谓百里侯,方圆一百里就是一个国家,实在讲是现在的一个村镇,一个县城 因此,每一个小国,他们的法律不一样 佛是由化在人间,佛弟子更是分布的非常之广,到处教化众生 于是佛教导我们,横顺众生,随喜功德,到哪一个地方,一定要遵守这个地方的法令规章 遵守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决定不能违背,决定不能破坏 就跟中国人叫后学一样,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守哪个地方的规矩 我们今天到日本,一定要遵守日本的宪法,遵守日本地方的法律规章 遵守日本人的风俗习惯,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的 所以经上讲,具足仲介,这个,仲介,的意思是在此地 我们是初学,诸位一定要知道,真正是初学 初学,我们要学佛这些教训,佛教导我们的戒律是从五戒学起 前面在第一条我们学了十善业道 五戒统统都能做到,就叫做,具足 五戒如果只能做到两条,一条,两条那叫,少分,三条,四条叫,多分,五条都做到叫,具足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如果五戒都不能具足,其余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那你统统做不到 所以学佛要从最基础的地方着手,非常认真努力来学习 严持戒律,这句话说的容易,真正能做到,实实在在不容易 世尊在,大吉经,里面说过,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向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 由此可知,末法时期不但持戒做不到,就是修禅也很不容易的禅定 佛这些话我们仔细去思维观察,就肯定众生的根性,实实在在讲一代不如一代 尤其我们今天生活在五卓二世,卓二到极处了 现在有几个人能听得进去,戒律,这两个字 听都不愿意听了,他怎么能做到 所以祖师大德硬化在末法时代,他了解 像偶艺大师,清朝初年时候的人,在他著作里面我们就读到 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在中国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出家人虽然受了比丘戒,比丘戒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就是比丘没有了 天台大师,六级的说法,这个世间只有名字比丘 连关型比丘,相似比丘都没有了,哪来的真比丘 所以只落得一个有名无识 因此,偶艺大师自己本人为我们视线,做样子给我们看 他受了比丘戒之后,退戒,一生受持杀迷戒 沙弥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偶艺大师做到了 所以他自称菩萨戒沙弥,他不敢称比丘 这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 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徒弟,诚实法师也是了不起的人 一生亲近偶艺大师,是偶艺大师的侍者 偶艺大师缘迹之后,他老人家的著作流传到 今天,都是诚实大师替他整理流通的 所以对于他的老师,真的是功不可没 诚实看到自己的师父称菩萨戒沙弥,他就不敢称沙弥了 我们在一些整理的著作里面,看到他老人家的署名 他署名是菩萨戒出家优婆赛,不敢称沙弥 出家优婆赛就是出家的居士,是出家人 五戒十善他做到了,出家优婆赛 如果我们今天五戒十善都做不到,我们算什么? 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思维,有没有认真去想想? 我们在这个世间,形相是个出家人,到底像不像是个出家人? 在家同学也一样,形相上是个居士,是个佛弟子,实际上是不是? 到底做到几成? 心里要明了 如果不明了,就迷惑颠倒,不能回头了 如果真正的明了,你还有回头的希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读这一句经文,我们也把它特别约束在五戒上 希望对于五戒要有比较深层的认识 五戒是佛法的根本大戒,前面四条 杀,倒,淫,妄,是性罪,性罪是你不受戒也犯罪,决定不是好事情 末后一条叫遮罪,遮罪它本身没有罪,它是属于防御的性质,就是不饮酒 为什么? 酒醉之后乱性,不能控制自己,往往犯杀,倒,淫,妄 这种情形我们在现代资讯,报章杂志里面常常看到,许许多多犯罪的,大概都与饮酒离不开 却确实十九是帮助犯罪的增上缘,所以佛法特别把它列入在仲介,这个很有道理 戒跟善有差别,前面我们讲了十善,五戒前面四条,在十善夜道里头都讲过,不杀生,不偷盗,十善里面讲不邪淫 五戒对在家同修来讲也是讲不邪淫,对出家的是讲不淫欲 不妄语,十善里头也有 戒跟善,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用意不相同,希求的果报不一样 修善的目的是要得人天福报,目的在此地 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不杀生的健康长寿的果报 不偷盗得大富大贵的果报 不邪淫的像貌端庄的果报 所以它是求世间果报 戒律的目的就不一样 佛法的教学,实在讲就是叫戒定会三学 应戒的定,应定开会 所以持戒的目的是要得清净心 目标不一样 决定不求人天福报 求清净心,平等心 这是属于定,应定开会 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 就发会,智慧就开了 所以戒定会是信德圆满的流露 而实善则是信德里面的一分 不是圆满的,是一分 善根戒,我们要有能力把它清楚的辨别 因为在形象上是非常接近,用心,果报不相同 五戒前面的四条,不杀身,我们晓得九法界有情众生 即使蚊虫蚂蚁,冤飞如动,哪一个众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这些众生,尤其是六道,没有觉悟,执着这个生就是我,杀害他,不但前面讲是性罪,什么叫性罪? 违背了信德 信德是什么? 信德是大慈大悲,违背信德称为性罪 你杀害一切众生,你伤害了你自己本性里面的慈悲心 同时还要引发这个执着的众生,他报复,跟他结下这个怨恨,他不会放过你的 佛门的同学,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读过,三昧水颤 你看看悟达国师他的冤亲债主,居然跟他实事 这在世间轮回转世十次,还是跟着他,找机会来报复他 悟达国师不错,时事都出家,都修行,出家修行有护法神保佑,这个冤亲债主没有办法报复 到第十世,他修行的功德愈来愈殊胜,做了皇帝的老师,国师 皇上供养他一个城乡宝座,他接受之后心里很欢喜,生了一点点傲慢心 就是感觉的非常荣耀,感觉的有一点骄傲 这个念头一声,护法神离开了,冤家债主找上门来 害了个人面疮,几乎把命送掉了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要知道警觉 跟人家结的这个冤仇 深深世事他都不饶过你 他都在等待机会报复 这个事情麻烦 一个是损害自己信德 一个是招惹冤冤相报 没完美了 所以真正觉悟了 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无论我们受人家的毁谤 侮辱,陷害,乃至于杀害 我们晓得是过去身中的冤业 如果没有这个冤业 他为什么不害别人 他来害我 肯定过去身中有过节 现在果报现前了 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很明白 宜然承受 一丝毫怨恨心没有 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没有 这个账寥寥 纵然这个身被杀害 这个账也寥寥 决定没有报复 决定没有天会 身虽然被人害死 被人杀掉 神石上身了 如果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肯定得深 对于一切冤亲债主 真正觉悟的人是感恩戴德 所以我们常讲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冤亲债主给我们做逆增上缘 顺境善缘帮助我们提升 逆境恶缘也帮助我们提升 我们得学善财童子 善财童子一生能够圆成佛道 就是这个本事 培养自己纯净的心 纯善的心 没有一丝毫不敬 没有一丝毫不善 一生圆满菩提 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们应当全心全力效法善财童子 所以对于极小的动物 不能够伤害 冤家队友也不能够有伤害的念头 不但是不能杀害 叫他因我而生烦恼 我已经有过失了 菩萨怎么办 菩萨 人家不欢喜我们 我们躲避 我们远离 不要让他生烦恼 这是菩萨道 菩萨心 菩萨的行为 这样这一条界才算持的有功夫 在心地上用功夫 把伤害一切众生的意念断掉 这个境界不但要持 我们能够做到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这叫持界 如果更积极的 不但不杀身 而且能发心护身 这就变成菩萨界 比丘界 比丘尼界 小臣界属于自立 菩萨界是利他 我们不杀身 是属于自立 护身这就是利他 利他就变成菩萨界 我们不但不偷盗 不偷盗是自立 反过来我们能够普遍的不失 能够处处帮助别人 舍己为人 不偷盗反过来也是菩萨利益众生 普度众生都在这个念头上看你怎样转法 佛法是出世间法都在一面之间 破戒 犯罪 造业 有没有果报 果报肯定是有 果报不能避免 但是觉悟的人 真正觉悟是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以下的 不是没有觉悟的 觉悟的少 不多 真正发大心 华言经 上讲众生里面有大心众生 这是华言法会的当机者 虽然他是凡夫位 他烦恼习气没有断境 但是他起心动念能够与信德相应 这就叫大心菩萨 这些人你伤害他 你破坏他的善事 他不计较你 决定对你没有怨恨 没有报复 可是 你有没有果报 有 果报不从他结罪 他那个账了了 不同他结罪 果报从哪里结罪 如果他做的这个善事 这个善事是利益社会很多众生的 你把这个善事破坏了 你跟这一切众生结罪 这还是麻烦事 你们念过 发起菩萨书 甚至乐经 佛在经上讲了一段公案 就是讲了一个故事 有两个出家的比丘 讲经说法 红法力深 被其他比丘 因为极度来破坏 造谣生事毁谤 把这个红法的道场破坏了 这两个比丘真正是个觉悟的人 不会怨恨他 也不会去报复他 缘不成熟 离开就好 回避 哪里有缘 哪里去 但是这个地方 那些众生听经的缘被他破坏 被他打断了 他要负这个因果责任 他要负破坏道场 破坏法缘 这个罪过重 比杀人生命还重 佛法讲一切众生有两条命 一个生命 一个会命 断人生命这个罪还不算重 为什么 人死了 49天他又投胎 他又来了 但是断人法生会命 这个罪重 他纵然来生的人生 未必又能闻到佛法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讲的太多 现在许许多多人不读经 不闻法 所以连鬼神都常讲 现在众生胆大妄卫 敢造恶业 鬼神不敢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 结罪 戒经 里面讲结罪 你看那个罪从哪一方面结的 跟一切众生结罪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 往往我们障碍一个人 嫉妒一个人 实际上那个影响的面太广太深 不是这一个人的事情 在中国古时候老人教会 教子弟对于杀父之仇 这个中国人看得最重的 不共戴天 这个人跟我有杀父之仇 如果这个人 这个仇人 他今天做的是社会慈善事业 却确实实是为社会 为一切大众做好事情 做得很有效果 你能不能杀他 不能杀他 你要杀他的时候 大众没有人替他服务 这个罪你要承担 那怎么办 不但不能够报仇 还要帮他做好事 成就他的好事 等他哪一天下台不做事了 再报仇 那是你私人的事情 决定不能因私害功 中国古圣先贤教育后代 这个道理好 这个道理真实 我们一定要懂得 他不为社会大众工作了 不做事情了 那我们私人的仇恨 这个时候来谈 来报复 可是报复 我们要晓得 如果他是个凡夫 我报他的仇 他还记恨在心 他还要回报我 这个事情能解决吗 我这次报了仇 来生他再报我 后生再报他 深深事事 彼此双方都痛苦 这不是智慧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真正觉悟 算了 不要再计较 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所以圣人教导我们 以得抱怨 把仇恨 不愉快的事情统统化解 以后深深事事和睦相处 互相尊敬 互相敬爱 互助合作 彼此双方都好 何必记恨在心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是佛法里面讲愚痴 愚痴到了极处 迷惑到极处 才产生这样凄惨 严重的灾害 所以结罪 一定要多方面来思维 来观察 然后才晓得决定 不能伤害一个众生 伤害九法界的众生 肯定是冤冤相报 伤害圣人 圣人虽然不责怪我们 但是圣人都是为众生服务的 你必定跟一切众生那一方面结罪 那个罪往往就非常非常之重 我们真正发心学佛 真正想回归自信 杀害众生的念头 就是伤害众生的念头 要从心地里头拔除 第二个是 偷盗 偷盗的范围非常广泛 佛经里面最简单的解释叫 不语取 就是一切有主之物 主人没有同意 你随便取得 这就叫偷盗罪 我们也许看到山林里面树木花草 好像这是没有主的 其实不然 念念 华盐经 就知道 山有山神 土地有土地神 那是那个地方之主 树有树神 花草树木都有神灵 去年 我们在中国有一位居士 他家里面花草树木快要枯死了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草木神给他托梦求救 他说 我们快要枯死了 我们不是别的 是你家院子里面的花草树木 有主 不是没有主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佛弟子应当像诸佛如来一样 对于一切万事万物 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道心就断了 道心真正断掉 这是大富大贵的根本应由 你修基的福报才能累积 佛法里面常讲的基功累德 如果你有道心 道心 杀心教有漏 你所累积的功德漏掉了 像这个茶杯一样 它是好的 完整的 它能剩茶水 这里头要是有洞 破损了 装着茶水 它漏掉了 什么东西让它漏掉 道心漏掉的 杀心漏掉的 不善的这个心都是破损 把你的功德全漏掉 累积在里面的是罪业 你的罪业不会漏掉 你的功德统统漏掉了 佛经上讲的 烦恼教有漏法 这个比喻的很好 我们学佛的人往往粗心大意 没有细心去体会佛所讲的这些字字句句 因此学了之后 依旧随顺烦恼习气 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这是非常可惜 淫欲 罪过非常严重 六道众生所犯种种罪业 总不外一个是杀 一个是赢 这两桩事情让你深深事事不如意 让你在六道里面 在三恶道的时间长 在三善道的时间非常短暂 造作罪业 堕落在三恶道 三恶道里面受罪 消业 业消掉之后 你才能到人天 但是到人天立刻就迷惑了 到人天来不知道积德 不知道修善 又胡作妄位 在那里造作罪业 人间 你想想看 你能够活多少年 一般来讲六七十年而已 这六七十年所造的罪业 造的重的话 六七个节都报不完 你说怎么得了 这些事情 佛要是不给我们说明 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出来 哪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地狱动经结束来计算 不是用年月日 非常恐怖 非常可怕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 灾难即将来临的时代 诸佛菩萨 一切善神可以说是常常不间断的在我们周边视线 如果我们心地清静 冷静一点 这些讯息很容易得到 如果稍微有一点功夫的话 你能够看到 你能够见到 然后才知道 不但恶的行为不能做 恶的念头不能生 生一个恶念都免不了恶报 何况你还有行动 杀 到 淫是最重的罪 能够与他相比的是 妄语 妄语是最容易犯的 两蛇是挑拨是非 一般在经上讲 挑拨是非 堕拔蛇地狱 何必在短短一身当中造作这样极重的罪业 我们想一想 这是佛菩萨所说的 古圣先贤所讲的 这叫迷惑颠倒 到达了极处 往往这些人自以为聪明 果报现前的时候 后悔莫及 求人超度 超度实在讲效果是很有限的 求超度是给他一个增上缘 他必须自己还是要有善根 要有福德 他要能信 能解 能依教奉行 他才能超度 如果他不相信 他不能理解 他做不到 佛菩萨也超度不了 这个道理总得要懂 所以修行 不能等到来生来世 出离六道轮回 出离十法界 求生西方净土 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 把它办妥 真正要想把这桩事情办好 那就是古大德常讲的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你只要能懂这一句 真正做到身心世界一切人事物 我不再管了 恢复到自己的清净心 平等心 以真诚 清净 平等 慈悲处世 待人皆悟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能够跟佛菩萨的教会 能跟三福 十善五界相应 念佛求愿往生 决定的身 如果我们的心形与三福 五界 十善不相应 念佛也不能往生 还是要受三土苦报 这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威仪 是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处世待人的细节 出家佛弟子一定要学习 沙弥律仪 这是出家人的基础 出家人的根本 沙弥十条界二十四门威仪 在大森 这真正是比丘森 所谓三千威仪 八万细形 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这些是什么 用现在的话来说 形象 行住坐卧 起心动念 一举一动 我们常讲给九法界 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 这个样子就是 威仪 威仪要学 现在我们想学 没有地方学了 不但没人教 讲也没人讲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可悲 佛经里面常常讲 可怜悯着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字样 总觉得不以为然 现在科学技术文明发达 现在人生活比古时候 舒适太多 哪来的可怜悯 如果我们诸位 多念一点古书 就知道佛讲这个话 还是有道理 古时候物质文明 不发达 科学技术 没有发明 但是人们生活在安定 在道德 在仁义那样的环境之下 不相同 所以心安理的 人生它有乐趣 现在虽然物质受用方面 比从前方便多了 但是精神上所遇到的痛苦 所受到的折磨 绝对不是物质环境 这个受用能够弥补的 这两项做个比较 然后你才知道 佛在经上讲 可怜悯着 这句话的深意 古人不造罪业 受过圣贤人教育的熏陶 他懂得道德 他知道仁义 他生活在 孝替中性礼义廉耻 的社会当中 物质生活虽然贫贱 精神生活快乐 我们在 《论语》里面看到 孔老夫子赞叹他的学生 颜回 颜回真是在物质生活贫苦到极处 单时嫖影 夫子感叹说 一般人过这个生活是不堪其忧 但是回也不改其乐 他乐在哪里 他乐在道德 他乐在仁义 换句话说 他的境界是往上提升的 这一世生活困苦 是前世疏忽了修福 这一世当中精神生活丰富 前一世我们晓得会修得多 福修得少 但是会比福重要 福容易迷失了自信 会不容易 当然最好的是福会双修 这是最好的 如果两者不能平衡 宁愿修会 不愿意去修福 对自己肯定有利益 有好处 如果有福报 没有智慧 肯定造罪业 你的福报能想多久 但是你想福 没有不造罪业的 往往福报越大 造的罪业越重 因为他那个影响力大 堕落在恶道里头 受苦时间久 你这么一看 看到三世因果 你才晓得 可怜悯者 佛这句话说的意思很深 说得很正确 没有说错 所以威仪要遵守 威仪就是度众生的 是自己信德的流露 又能够普度众生 我们的形象不能不好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现在社会上 道德没有人讲 孝替没有人讲 仁义没有人讲 换句话说 凡事随顺信德的都听不到了 我们要自己就自己 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从哪里下手 从什么地方做起 就从这些地方树立形象 要求自己 不要要求别人 我自己一定依教奉行 世间人不孝 我要把孝道特别显著的 做出样子来 世间人不义 我要把大义做出榜样出来 教化众生 这是大慈大悲 这是代佛弘法立身 是真正续佛会命 是真正的正法常住 这个功德无量无边 只要肯发心做 一定得到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的加持 所以威仪不能不重视 现在到哪里学 印光法师教导我们 从《勒凡四训》里面学 从《感应篇会编》里面学 从《安氏全书》里面学 好 真正肯学佛的人 从《沙弥律仪》里头去学 沙弥律仪增注 在家同修都可以读 都可以学习 我们从这里面学戒律 学威仪 把佛法修学的根基打好 往后自然就一帆风顺 三福 第二条 我们就讲到此地 静夜三福 第五卷 2002年10月28日 日本高野山本爵院当明 21年1月44年5月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请看 静夜三福 第三条 大臣福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劝进行者 菩提 是梵语 他的意思是觉悟 是正确的觉悟 在梵文音译 把它译做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一般在中国佛教里面称为 大菩提心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最重要的是 正 自 正简别不是邪知邪觉 它是正知正觉 菩提心要是发起 这个人不但是超越六道 而且也超越十法界 为什么 菩提心是真心 是自信 十法界里面的友情众生 十法界里头有佛 这个佛 天台大师讲藏 通 别 圆 是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这两种佛都没有明星见性 换句话说 都没有菩提心 他们发的菩提心 叫相似的菩提心 不是真的 跟菩提心很接近 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真正菩提心现前 是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是原教初驻菩萨 别教初的菩萨 这样身份的人 他已经生一真法界 在 华严经 上讲他生华藏世界 他生极乐世界 时报庄严土 他不是凡夫 他不再是法界 诸佛如来 法身大事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用心不一样 他用真心 我们用妄心 我们要学佛 没有别的 就是学用真心 决定不用忘心 我们这一生就能成佛 这是华严会上 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的榜样 善财一生能成就 我们一生也能成就 成就真正的因素 没有别的 就是用心 一定要用真心处世 带人接悟 这个在初学是困难 为什么 无量节来 我们都是用的忘心 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真心 现在学佛要用真心 不再用忘心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桩事情 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不是不能克服的 克服的方法 我自己的经验是 常识熏习 我学佛五十年 五十年天天没有离开大乘经典 天天读经 天天讲经 不知不觉入这个境界 你要问我 我用多少时间才入这个境界 我跟诸位同学说了很多 大概差不多是三十年 三十年的时间 切而不舍 远离一切过失 才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之后的大自在 诸位这些年来 你仔细听我讲 华言经 你能够体会得到 纵然不是很深的体会 能体会到少分 这世的佛法真实的受用 所以这个心非常重要 宗门教下 祖师大德教我们修行 从哪里修 从根本修 根本就是李老师常讲的 要改心 要换心 把妄心换成真心 把凡心换成菩提心 这个心一换 你就走上菩萨道了 菩提心 观经 里面所讲的有三句 第一句叫 至尘心 真诚到极处 叫至尘 这是菩提心之体 第二句讲 身心 身心说的是 菩提心的自受用 古大德解释这两个字 是好善好得 这个解释的也很好 好善好得 是自受用 成就自己的德行 恢复自己的性德 第三句是 回向发怨心 这是他受用 我们真心处世 待人皆悟 一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 在 起性论 里面 马明菩萨也说了三句 他说 执心 执心就是 观经 里面讲的 至尘心 经跟论合起来看就很容易理解 第二句也是讲的 身心 第三句讲的是 大悲心 所以我们知道 回向发怨心就是大慈悲心 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 对自己要好善好的 这是真心的启用 真心之体是真诚 真诚到极处 我们这些年来 常常在讲习里面 跟诸位同学介绍佛法 菩提心很不好懂 讲都很难 能够听懂 当然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来讲 我用十个字 五句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个就是菩提心 真诚 真诚 真诚心 是体 就是智诚心 清静心 平等心 正觉心 这就是身心 我把身心讲成三句 大家好懂 自受用 慈悲心 是他受用的 我说了五句 五句还是一个菩提心 起心动念决定 跟这五句十个字相应 心里面快乐 自在 我们以真心处世 待人皆悟 但是你一定要晓得 九法界众生 特别是三图六道 他们用的是虚伪心 染污的心 不平的心 愚痴的心 自私自利的心 对我 我要用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对他 我走的是成佛之道 他走的是六道轮回 他走的是三恶道 我们走的道路不同 我要包容他 我要怜悯他 我还要帮助他 虽然受一切苦难 一切折磨 我还是要帮助他 还是要成就他 这是菩萨事业 他种种这些侮辱 伤害 有没有害到我 跟诸位说 如果你用真心 一丝一毫都没有受到伤害 你们诸位想想 世间人障碍人 障碍什么 都是障碍明文力养 你有明文力养 人家会障碍你 你没有明文力养 你没有五欲六成 甚至于连这个身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身 他把你消灭掉 把你杀害掉的时候 有没有障碍到自己 没有 为什么 这个身舍掉了 立刻就换一个身 入这个境界的大自在 随类化身 随机说法 所以这个身就像一件衣服一样 你把它破坏掉 丢掉了 马上再换一件新的 所以舍身受身在觉悟的人 比穿衣服还容易 比穿衣服 脱衣服还容易 六道凡夫很苦 他执着这个身是我 所以为这个身吃尽了苦头 要觉悟 菩提心献前 大觉大悟 大彻大悟 世尊是现在我们这个世间 是来帮助我们觉悟的 第一部经 二七日中在定中宣讲 大放广佛华言经 佛为我们说些什么 视线些什么 我们在戴经里面看到 佛一开端就把 毗卢遮那佛 以及华藏世界 无量无边的法身菩萨 他们的生活环境 修学环境 这是依报的果 展现给我们看 那个生活环境多美 然后再把正报 正报的果 依齐的果 就是他依照什么各道理 什么各方法成就的依正庄严 他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 这个果 差别的果 圆融的果 平等的果 出现的果 成形的果 法界的果 正入的果 前面六品经里头 从 世主妙言品 到 华藏世界品 总共十卷跟我们讲过 所谓 举果 劝乐 生性分 清梁大师 把全金分 做四分 这是一个大单元 我们看到这样 殊胜的果 爆 生起无比羡慕之心 我要去 极乐世界在哪里 极乐世界在华藏的中心 没有离开华藏 是华藏的一部分 华藏世界里 精华的一部分 决定要去 到第六品 毗卢 遮纳品 我们快要讲到 毗卢 遮纳品 讲什么 讲音 你看到果报 这么好的果报 这些果报 是什么 因缘成就的 跟我们讲 一报的因 正报的因 一齐的因 差别的因 圆融的因 平等的因 出现的因 成形的因 法界的因 正入的因 我们修阴就能正果 所以 华言 第二个大单元是 修阴气果身解分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 我们起心动念 要跟因相应 要跟果相应 因与果 跟诸位说 说得最简单的 就是自信 信德 一定要与信德相应 信德是什么 初学的人很不容易体会 我们用这十个字来解释 菩提心就好懂多了 那就是真诚心 古人讲的 人一定是自欺 而后才欺骗别人 哪个人会自己欺骗自己 六道凡夫都欺骗自己 用妄心就是欺骗自己 欺骗自己的真心 欺骗自己的信德 你本来是一尊佛 你欺骗你的佛性 所以是先欺骗自己 然后才会欺骗别人 古人讲的话很简单 里面的道理很深很广 一里无有穷尽 想想看 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 没有得到佛法受用之前 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 只要你还有妄想 分别执着 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你肯定欺骗一切众生 你用妄心 学佛从哪里学起 就从这个地方学起 这就是古来祖师大德 常常讲的 从根本修 我要学 学不欺骗人 不欺骗人就不欺骗自己 学从不欺骗自己很难 先学从不欺骗别人 从哪里下手 从十善业下手 我要到道地的的把十善业落实 我要做到 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心动念决定与十善业道相应 因为我知道十恶是违背信德 杀身 偷盗 淫欲 信德里头没有 妄语 两舌 其欲 恶口 信德里头也没有 就是你真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 贪甜吃慢 真心里头也没有 那个从哪里来的 妄心来的 如果我们一条一条的去断 那很麻烦 生生世世都断不了 聪明人 从根 古人讲 寻知摘叶 像一棵树 你要把这棵树砍掉 一片一片叶子摘下来 一枝一枝去剧掉 你要费多少事情 那个办法很笨 聪明办法就是把根挖掉 就完了 一切都解决了 所以从根本修 这才是聪明人 根本就是从真诚心修 别人对我不真诚 为什么 那是正常的 一点都没有错 他是凡夫 他没有原文道佛法 他没有真正修学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我要用凡心 也要用妄心对付他 我错了 我跟他一样搞六道轮回 搞三图二道 我错了 他没错 他是三图中人 他是六道里面的可怜悯者 我怎么能跟他走 我要跟佛走 佛的心真诚 对于一切众生 绝没有丝毫欺狂 佛的心清净 决定没有丝毫染污 这一点要学 我们家里头有一个法师 他的名字 我一下想不起来 他叫悟什么 是从夏威夷来的 悟威 不是悟甚 他从美国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告诉我 某人说师父怎么怎么不好 他只说了一句 我就说 不要再讲了 为什么 我们阿赖耶石里头决定不要把别人不善的地方装进去 把别人不善的东西装在我们阿赖耶石 我们的阿赖耶石变成一切不善的垃圾桶 你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我永远记住那个人对我的好处 你说我这个多快乐 多自在 他一天对我的好处 我深深事事记住他 他一百天 一千天对我的坏处 我清静心里头痕迹都不着 诸位要懂 清静心是这样修的 六祖大师在 谈经 里面讲 若真修到人 不见世间过 所以我不看报纸 我不看电视 为什么 那里头垃圾太多 我决定不想被他染污 我只记别人之善 绝不记别人之恶 别人用恶念恶行对待我 我理解 为什么 古人常讲 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香 这个世间人情是理事多变的 今天好了 明天就恼了 明天恼了 过两天他又好了 他是无常的 变幻无常 我们了解 我们了解事实真相 一般人不了解 所以永远记住人的好处 知恩报恩 古大德交给我们 受人滴水知恩 长思永全未报 如果我们人人都能这样存心 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全世界的人都有福 这个社会会安定 世界有和平 人民有幸福 一切众生之福 是谁给他的 我们自己认真修行 就是赐福给他 如果我们随顺自己烦恼 那你就是增长灾害 众生够苦了 你还加一分痛苦给他 有没有果报 当然有果报 果报是决定不能避免的 华言讲十种因果 刚才我念的 一报因果 正报因果 到法界因果 正入因果 所以起心动念要与真心相应 真心本来清净 六祖大师讲得好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本来清净 本来平等 本来觉悟 现在为什么不觉悟 是你迷了自信 你违背了良心 真心就是中国人讲的良心 你有良心 你违背良心 真心是慈悲 大慈大悲的 是能够舍己为人的 是能够帮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知道这个真心 我讲的这五条十个字 大家比较容易懂 我们的心要扩大 我的真诚心变虚空法界 我的清净心变虚空法界 我的平等 正觉 慈悲都变虚空法界 虚空法界是我的心香 杀土众生是我的身相 诸位要入这个境界 你想想看 什么人能够破坏 没有人能破坏 没有人能把虚空消灭掉 没有人能够把整个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球 所有众生消灭掉 不可能 没有 他自己是里头的一分子 这个就是《华言经》上讲的清净法身 佛教导我们 目的没有别的 就是教我们在这一身当中正的清净法身 入一真法界 正清净法身 修应一定要与信德相应 我这五十年来 总结存心 修行 总共写了二十个字 其心动念一定要与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相应 我们是正确在菩萨道上修 没有偏离 我们的言行 也就是大菩提心 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工作里面 落实在处世 待人接物 就是 看破 放下 什么叫看破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性相 理事 因果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叫看破 所以看破不是容易事情 要怎样才能看破 一定要放下 我常常叫同学 你们要真正的佛法受用 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 现前的幸福快乐 自在解脱 你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 这是违背信德的 我们一定要放下 从这里开头 因为自私自利是所有一切罪障的根本 这个东西不放下 你就不可能不造罪业 就像 地藏经 上所说的 言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无不是罪 这话是真的 你这个罪业天天在增长 你没法子消除 所以首先要把自私自利放下 怎么个放下法 其心动念想到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这是大乘法 比小乘法好修 大乘法就是转过来 我不再想个人的利益 我不再想我这个道场的利益 我家庭的利益 我所想的是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 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的利益 心量大了 心包太虚 量周杀界 这个心是真心 本来心量是如此 要放下明文立养 明文立养是非常不好的缘 我常常教导我们自己同学 我们大家是凡夫 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顺顺利利的成就 我的成就 我常常跟大家讲 我这一生机缘好 遇到韩馆长 所以我能够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他去管 这样乐得清净 现在管不管 现在还是不管 我绝不会上当 现在在图文八建了一个道场 因为年轻法师们没有拿到身份 政府规定道场负责人一定要澳洲公民 或者是澳洲永久居留 这样子 这样子搞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 不得已要挂个名 事实上 这些年轻同修他们自己负责管理 我挂个名 另外请两个居士挂个名 现在积极地希望他们赶快争取到永久居留跟公民身份 我们这个名就让出来了 现在是挂名 不管是 里面是由他们大家自己做主 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一些 我觉得没有错误的 照办就行了 所以古人 佛门有个谚语 你要想害一个人 想整一个人 让他堕地狱 你就叫他做当家 叫他做住持 叫他管人 管事 管钱 肯定堕落 害人 不是利人 古时候寺院丛林里面的直视 不要说是住持 当家这种直视 里面小的职工 都是菩萨化身在来的 不是凡夫 凡夫受不了 受不了这个诱惑 所以菩萨来成就大家 这个修行人有福 感动佛菩萨视线来替他服务 现在人没有福报 所以佛菩萨不来了 什么人来了 妖魔鬼怪来了 所感动来的 我们仔细观察 都是一些阿修罗 罗沙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这话不是我说的 谭卵法师说的 南北朝时代的人 往生论的注解 往生论的古著就这一种 谭卵著的注解里头讲到 末法时期 罗沙为君 君就是领导 所以这一切是理因果 我清楚 我明了 阿修罗 罗沙他也有佛性 他的性也是本善 他将来还是要成佛 不过造作罪业 他要在地狱里受果报 果报受完之后 他的善根发现 诸佛如来还是照顾 还是要度他 不过就是成佛的时间晚一点 他要受尽他的果报 他所造作的 那一定要负责任 就跟在社会上 我们做错了事情 被法院判刑 判刑就是受果报 你一定要行骑闷了 你才能出监狱 你才能重新做人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三途不是不善 是善的 是消业障的处所 你造作无量无边罪业 到哪里去消 到三恶道去消业 业障消尽了 你再出来 你阿赖耶里面有佛的种子 种子成熟 就是你能够真正相信 真正懂得 真正肯依教奉行了 佛菩萨来帮助你 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世间没有一个人不是好人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造作无量无边罪业 堕阿比地狱也是好事 造业是什么 是你一时糊涂 你违背了信德 你既然造业 当然受报 报尽了 佛菩萨还来度你 他怎么不是好人 怎么不是好事 所以宇宙之间没有一个是错误的 我们看到都欢喜 看到十法界 看到三途地狱都生欢喜心 我们再期待 再祝福他的行期赶快满 闷了之后 他就出来了 他是好人 他是未来佛 所以佛眼看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都是佛 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善人 恶人看一切众生都是恶人 静缘无好丑 好丑在于心 这是偶异大师讲的 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这个宇宙 看一切众生 佛眼看的统统是佛 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 不但他是未来佛 他现在就是佛 是个糊涂佛 是个违背信德的佛 所以我们自己修行境界到某一个程度 不要问人 自己很清楚 自己眼睛当中 果然一切众生都是佛 一切众生都是善人 造五逆十恶也是善人 也是佛 我们自己跟佛已经很接近了 心得清净 心得平等 心生智慧 不迷惑了 心地慈悲 能够舍己为人 真正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牺牲奉献 都从菩提心生 修行 就是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标准是什么 违背信德就错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与信德相应 就对了 诸佛如来 法身 菩萨他们的思想 见解 行为与信德 圆满相应 使法界里面的众生 与信德就产生偏差 越往下偏差越大 到三途几乎是180度的偏差 我们今天要想把我们自己这些偏差修正过来 恢复到与信德相应的标准 那就是底下讲的 深信因果 读诵大成 因果 却确确实实 深信因果 他的精益 最精华的意理 是狭义的说法 我们在 《华言经》上看到 时的菩萨始终不离念佛 时的菩萨 始终 始是初的 中式等觉 所以到什么时候才真正修学念佛法门 登的之后 那个时候完全通达明了 我们今天虽然修净土法门 修念佛法门 我们的心跟菩提心不相应 我们的愿跟弥陀的愿不相应 心跟愿不相应 念佛念的再多也不能往生 古大德说的话没错 喊破喉咙也枉然 如果你是菩提心 确确实实你的心事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你的愿是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 那你一身佛号就一身佛 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 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理根是我们都要懂的 读诵大臣是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唯一的方法 读诵大臣是清净诸佛如来 现在社会不能清净 人事物都是魔障 都不如法 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 唯一的方法是清净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在哪里 在经典 只要有时间我们就读诵 我们在思维 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经意 经里面的道理 方法 境界 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落实在处世待人皆物 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 就不再过这个世间轮回的生活 这一点很要紧 最后一句 劝进行者 前面十句都是自立 这一句是利他 一句不少 十句不多 用什么利他 就是用前面的十句 孝敬 尊师重道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发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用这个来劝导一切众生 所以依旧是十 十九事一 华言经 讲的 亦多不二 如果我们前面十条做不到 你就没有办法 劝进行者 前面条条都做到 自自然然就劝化一切众生 这一句也是清凉大师在 华言经 上给我们讲 最后的一个大单元 依人证入成得分 我们自己要恢复性德 不能离开群众 不能离开十法界众生 十法界里面有顺境 有善缘 顺境善缘里面要不起贪吃 在这里断贪心 断愚痴 在逆境 在恶缘里面 要断甜慧 断嫉妒 断傲慢 成就自己的 戒定慧 三学 成就自己的 绝正境 三宝 真修行人 离开大众 你到哪里修 你修不到 所以 善人恶人 顺境逆境都是我们的恩人 问题就是你自己会转境界 你不要被境界转了 你被境界转 你是凡夫 那你苦难无边 你会转境界 就是善缘顺境里头 不起贪吃 不起心 不动念 逆境恶缘里面 不起甜慧 不申极度 永远远离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是无名烦恼 分别是沉沙烦恼 执着是剑丝烦恼 永断烦恼 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 得能 相好统统都恢复了 敬业三福 这三条十一句 远远满满包括了一切诸佛全部的佛法 这是佛法里头的总纲领 总原则 大总持法门 佛在最后说了几句 如此三世 名为敬业 乃是过去未来现在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这句话说得好 我们不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就没有门可入 三福六度十大愿亡 第六卷 2002年10月28日 日本高野山本爵院当名 21年1月44年6月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这一次的奖金法会 就剩下现在这两个小时 明天早晨两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 我想跟诸位介绍 印光大师赚新的法药 他老人家一身 自己修行 教化众生只有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 世尊末法九千年 众生修行正果 正果就是往生 唯一的秘诀 大师是西方世界大士 智菩萨再来的 他是来救度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 为我们只是出一条 修行成功的大道 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 如果违背这十六个字 肯定在世尊这一回上 包括末法九千年 你肯定还是继续搞生死轮回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所以他这十六个字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重视他 要理解 要认真努力学习 希望在一生当中能有成就 他的四句话是 敦伦净分 贤邪存成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但是我这个地方跟诸位介绍 后面两句没有遵照祖师的说法 这什么缘故 祖师是说净土宗的 专修敬业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整个佛教 是十大宗派 这是在中国 要是包括外国的 还不止 就是包括佛门所有宗派 所以我们用 敦伦净分 贤邪存成 孝慈志愿 无上菩提 这个不但把佛法所有法门包括进去了 也可以说 把世间所有一切宗教也都包括在其中 这个道理要能够明了 能够相信 依教奉行 就是后暗所说的 修大道 养大德 吕大行 正大果 佛祖自行化他之大事必已 敦伦 敦是什么意思 伦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敦伦净分 是大道 中国古德常讲的道德仁义 儒家常说 道师而后有德 德失调 而后有人 人失调 而后有义 义失调 而后有理 理要是失调 天下就大乱 一切秩序都不正常 人民要受很大的苦难 所以道 德 仁义 理 道 是最高的 它是什么意思 敦伦净分 是儒家讲的 伦 是同类 我们常讲 人伦 就是现在一般人讲 人类 我们这是一类 这叫同伦 敦 这个字就是诚诚恳恳 恭恭敬敬对待我的同类 诸位想一想 这个意思 是不是跟佛法里面讲的 随顺性德 是一桩事情 所以 敦伦 却确实实是随顺性德 这是大道 在佛法里面讲的道 随顺自信 这是道 违背自信 失调了道 道没有了 诸佛菩萨行 道 这是最高层次的 十法界里面全叫菩萨 我们常讲的身文 原觉 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 他们是行 德 比 道 四义等 换句话说 接近道 是相似的道 不是真实的道 这是四圣法界 天道里面只有 人 只有 义 人义是天道 理 是人道 理没有了之后 那就是三恶道 理失掉之后 人心是什么 贪甜吃 无理无义 贪甜吃慢 是畜生道 是恶鬼道 是地狱道 所以 你行的是哪一条道 这个 道 当道路讲 你走的是哪一条路 唯有佛菩萨行的是大道 这个大道是成佛之道 究竟圆满的大道 要随顺性的 成成恳恳 恭恭敬敬的做人 对待一切人 现在我们同学们 我想很多人都听 华言 听了 华言 这个 轮 的意思就扩大了 不只人是我们的同类 除人之外 所有一切畜生 恶鬼 地狱 上面到诸佛菩萨 使法界有情众生 跟我们是同类 这个 轮 的范围太大了 不但使法界有情众生 跟我们是同类 华言经 上说道 情与无情 同源 种制 这个意思说明无情众生 跟我们也是同类 无情指的植物 矿物 山和大地 虚空法界 却确实实跟我们是同类 同在哪里 同一个根深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所以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杀土众生 跟我们是同伦 我们的真诚恭敬 也要变虚空法界 这才是大臣教里面 敦伦 的真实意 这个道理 是实真相 华言 讲的透彻 我们读了 华言 之后 我说了两句话 虚空法界 是我们自己的心香 我们的真心 真心像什么样子 虚空法界 是自己的真心 杀土众生 是自己的法身 是自己的身香 我们这个身体 是小宇宙 小宇宙 跟外面大宇宙 是一不适二 小宇宙不小 大宇宙不大 在华言境界里面 没有大小 没有远近 没有长短 宇宙却确实实 是一不适二 所以诸佛菩萨 心容虚空法界 身和杀土众生 何而未依 这是事实真相 这个理事 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体会得到 原因在哪里 凡夫的心量太小 小到什么程度 小到自己不能容纳自己 这个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自己不能容纳自己 他还能包容别人吗 这个现象是什么 好比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身体是各大宇宙 我们今天这个身 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出了毛病 生病 反常 我们自己不能包容自己 就是我们这个细胞反常了 反常 是不是能够把它去掉 不可以 决定不能用外科手术 把它割除 割不掉的 要怎么样 一定要帮助它恢复正常 这是健康的 所以在医道里头 中医跟西医不一样 西医是切除不要它了 中医不是的 中医一定要让它恢复正常 怎么样恢复正常 觉悟就正常了 事实真相了解就正常了 为什么自己不能容纳自己 自己不能像虚空法界一样 迷失了自信 我们在经上 诸位也常常念到 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你要是聪明 你要是会用 如果你遇到一个冤家队友 这个人是张三 自信张三 这问题马上就结了 愿对立刻就消除 亲爱精神马上就升起来了 绝迷在一念之间 一念迷 要堕落无量节 要受苦 一念觉 就是诸佛如来 就是法身大事 你的恩惠便极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绝迷虽在一念之间 苦乐悬殊 功过无法形容 我们走绝路还是走迷路 我们自己应当要认真去思量 所以大乘法里头的 敦伦 是以真诚功尽心 与尽虚空便法界一切生物和目相处 知道虚空法界是自己 不是别人 一切诸佛如来是自信变现的 法身菩萨也是自信变现的 地狱恶鬼畜生还是自信变现的 离开自信 世间无有义法可得 也没有世间可得 这个道理 华言 理讲的透彻 所以人的一生遇到 华言 那是稀有难逢 开经济 事武则天涕 华言经 写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闻的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千万不要把意思解错 解错了 你就迷了 迷 你一定堕落 这一堕落 那要受亿万劫的苦难 最受完之后 你才能回头 亿万劫在我们说起来是很长的时间 在华言经 里面那是唯不足道 所以 凡圣境界不一样 净分 是说尽自己的本分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尽心尽力 为我们的同轮服务 服务项目很多 无量无边 总而言之 就是布施供养 布施供养全部都包括了 布施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是法供养 我们在 普贤菩萨行愿品 里面看到 佛举例子跟我们说明 以大千世界七宝供养 都比不上法供养 所以一切供养当中 法供养罪 为什么 财供养是救人的生命 法供养是救人的会命 生命是很短暂的 实在讲 在整个佛法里面来说 生命并不重要 会命重要 学佛的同修都知道 生命失掉了 在一般状况之下 正常状况之下 49天他又去找一个身 他又的一个身 所以身的得失是很平常 不稀奇 法不容易遇到 真的叫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法供养的福报 却确实实是没有办法形容 那个福报之大 诸佛菩萨都说不尽 我们相信如来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妄语者 我们相信佛的话真实 绝不是欺骗我们 绝不是在这里吓唬我们 佛不会用这种手段 那种手段是人会用这手段 佛菩萨不会用这手段 我们如果发现佛菩萨 有一次是用方法来诱骗我们 我们可以把全部佛法否定 为什么 佛的心是妄心 不是真心 这些事情在从前读书人 世间的君子一生都不敢做 为什么 有一次这个记录 你的仪式都没有人相信你 现在因为911事件之后 这个世间恐怖分子到处闹事 我们常常旅行 海关检查比从前严格很多 澳洲的海关 我们知道 如果你进去有一次带违禁品 他们不许进入的 被查到 电脑上你就有记录 以后你每一次进去都要彻底检查 全身都要检查 麻烦大了 为什么 你只要有一次记录 没有人再相信你 给自己带来麻烦 世间人尚且如此 佛菩萨哪有那么愚笨 不可能 佛菩萨句句话都是真实话 佛告诉我们不失供养的福报 你看佛在经上常讲 家业尊者 无量节前以一波饭供养一尊辟之佛 就这一次 以一波饭诚心诚意 公公尽敬的供养 他的的果报是90亿节不受贫穷之报 佛并没有说他的富贵 但是90亿节他这个物质生活不会贫乏 他总是有的这样殊胜的果报 如果是法不失 他的果报就无量无边 诸佛如来称说不尽 所以一切供养当中 法供养畏罪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门的规矩 出家人是出去脱波的 每天接受在家弟子的供养 吃一波饭 这一波饭不能白吃 没有白吃的道理 在家同学对出家同学是财供养 出家同学对在家同学是法供养 要回馈 所以你接受这一波饭之后 一定要给他说法 这事规矩绝对没有说接受供养之后 不说法就走了 你们诸位在 《冷言经》上看到 释迦牟尼佛接受供养之后 没有说法就走了 匆匆忙忙走了 那些国王大臣跟在后面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反常 释迦牟尼佛是为了赶紧去救阿难尊者 然后就说这个 大佛顶首人言经 决定要说法的 要有法供养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畏罪 反过来 你就晓得 法供养的功德这么大 如果破坏佛法 破坏别人听经文法的因缘 那个果报恰恰相反 也不可思议 堕地狱 这是应当的 地狱出来之后 生生世世 那就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 得于吃果报 变畜生 变什么样的畜生 没有眼睛 没有耳朵 我们看到这些冤飞如动 看到之后为什么会生怜悯心 知道他过去是造作恶业 他今天受这个苦报 那他也是菩萨 他展示给我看的 让我看了之后 提高警觉 我不敢做这个恶事 不敢起这个恶念 为什么 我如果起这个恶念 做这个恶事 我将来跟他一样 他在这个地方 现身为我说法 这个就说明顺逆境界 善恶之源 都是佛菩萨 都是来教导我的 都是提醒我的 善人顺境 我们应当要学习 逆境恶缘 我们要警惕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所以一切众生 都是我的善知识 一切众生 对我都有恩德 他不施恩德给我 我知道怎么学习 我的路应该怎么走法 没有这些云云众生 现相给我看 我怎么可能 保持念念 绝而不迷 不可能的事情 凡夫业障太重 转念就迷惑 所以要许许多多 一切境界来提醒 读了 华言 才知道 情与无情 永无间断地 可再提醒自己 再警惕自己 使自己在菩提道上 精进不退 所以这个因 就是我们尽心尽力 诚诚恳恳 对于尽虚空变法界 一切众生不失供养 不失供养 每个项目都要做 随缘随分要做 但是不要忘记 最重要的是法供养 我们自己不能说法 把佛法介绍给他 都是法供养 我现在送一本经书 送一片光碟 都是属于法供养 功德都不可思议 贤邪存成 贤 是当作预防来讲 意思是说 我们时时刻刻要防止邪之邪见 要防止恶的念头 恶的造作 这是大德 这个德 跟我们现在讲的诗的 德 是一个意思 大德 你得到的是最大的 最圆满的 是什么 信德 你得到了 所以你要懂得防止邪之 邪见 邪思维 佛教我们修八正道 学习八正道就是 闲邪存成 存 是存心 这个 成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要常常存大菩提心 大菩提心是我们自己本有的真心 不是从外头的来的 现在佛菩萨教我们 存成 是因为我们迷失真心太久了 无量劫来迷失了自己真心 不知道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是自己的本性 是自己的真心 不知道 以为虚伪 染污 不平 愚痴 自私自利 以为这个是真心 所以现在有多少人 连许多学者 我们在一块谈起来 讲到人性 他们一口同音都说 人性本来就是恶 这在观念上就产生错误 但是这种错误决定不能怪他 我们给他分析 人性有本性 有习性 本性是善良的 习性不善 但是迷失本性太久了 把习性当作本性的人 那是大有人在 而且非常普遍 在中国最著名的 孟子主张性善 荀子主张性恶 我们知道孟子 荀子是贤人 不是圣人 贤人所说的都是习性 习性里头有善 有恶 圣人不是这个说法 我们在 论语里面两次读到 性相敬 习相远 圣人没有说性善 没有说性恶 只说性相敬 相敬是什么 一切众生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没有善恶 没有善恶叫真善 所以三字经上同一句话叫人 人之初性本善 那个善 不是善恶的善 如果把它解释为善恶的善 那你就解错了 你不懂得圣交的意思 那个善 是远离善恶两边 是真善 纯善 善恶的善是相对的 相对的已经不善 迷了才相对 绝了没有相对 我们学佛 什么时候对于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没有相对 相对的念头断掉了 你没有正的真性 没有达到明星见性 你也差不多 非常贴近了 你还有对立 我跟人对立 只要你有对立的念头 你想明星见性 难了 难在哪里 你这个关口不能突破 这个对立就是把虚空法界 变成了多维次的空间 现在科学家讲多维次空间 佛法里面讲无量无边的法界 说实在话 实法界不是真的 六道也不是真的 真的 是什么 一法界 没有对立 所以叫一真法界 我们什么时候到一真法界 把所有一切对立都放下 我们就入一真法界 只要有一桩事情对立就不行 你就堕落在十法界里头 你就堕落在无量无边法界里头 一法界里头 跟诸位说 没有真望 没有三计 过去 现在 未来 没有十方 没有三世 所以入这个法界 入进去之后 无量节之前的事情你知道 无量节之后的事情 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讲这个人神通广大 佛给我们讲 这是本能 每个人都一样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那个得就是能力 得能相好 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完全相同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的 错就错在这里 因为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 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 佛家讲这个 十 不是数字 是代表无量无边 你自己把自己的一真法界变成无量无边法界 那有什么法子 不是别人制作给你受的 你自己变现出来的 自己做的当然还要自己解除 所以佛菩萨在慈悲也帮不上忙 佛菩萨只能够教导你 只能把事实真相告诉你 所以 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能够做到的事 开示 误入 是自己的事情 听了佛的开示 自己要能够误 要能够入 我们听了开示 为什么不误 为什么不入 那就是 一个是没有真正听懂 往往是把意思曲解 那造罪业了 另外一个是烦恼习气太重 克服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 起心动念还是妄想 分别 执着当家做主 这很可怜 用什么方法来克服 方法有 就是 以门深入 常识熏修 这八个字好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三字经 上教人 教之道 贵以专 无论哪个法门 因为个人缘分不相同 只要把缘分抓住 我哪怕就学一门 我就学一部 阿弥陀经 我这一身受持 心就定在这部经上 定在佛的名号上 往往根性立的三年五载 根性顿的二十年 三十年 它会开悟 悟了之后 无论是出世间法 一接触就通达 却确实实 教之道 贵以专 现在很多同学 不晓得 你们要广学多门 错了 广学多门 是什么时候 事物后起修 那什么人呢 一针法界里面的 法身菩萨 那个时候 广学多门 他有阶段的 没有开悟之前 一门深入 现在男在哪里 男在师道没有了 教的人不会教 学的人不会学 于是乎都学杂 都学乱了 杂乱 你的意志不能集中 精神不能集中 所以你浪费了时间 浪费了精力 学一生 学得很庞杂 杂乱无章 你怎么会开悟 你怎么会得利益 这个是惊人不如古人 原因在此地 古人一门深入 他在这一门当中 他要不开悟 不见性 他绝对不会去学第二门 人家这点厉害 所以他们能有成就 我们不懂这个道理 听人家说这些话 在书籍上看到这些文字 我们不以为然 这就是邪知邪见 怎样去防止邪知邪见 怎样存心 与性德相应 这真正是大德 你所得到的 是自信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德能 圆满的相好 德能跟相好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报 你的福报跟诸佛如来一样大 你要不懂得闲邪存成 那你就得不到 三浮六度十大愿亡 第七卷 2002年10月29日 日本高野山本爵愿荡名 21年1月44年7月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昨天讲到 敦伦敬分 是大道 闲邪存成 是大德 这两句话 它的含义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明了 是出世间的学问 总的来说 就是让我们了解一切众生的关系 特别是与自己的关系 然后你才会做人 才能与一切和睦相处 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 真正能够做到宇宙的和谐 这是信德圆满的流露 人为什么会造业 就是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不知道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尤其不知道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很容易得罪天地鬼神 如果人要跟天地鬼神两个去斗 人可以战胜一时 可以能够有个十几年 一二十年的胜利战胜了 但是以后的果报是无量节的苦楚 佛经里面讲 刀口是蜜 这个比喻一点都不错 蜜很甜 在刀刃上 你用舌头去舔 舔头尝到 舌头割掉了 不知道自己所惹来的祸害 将来所受的苦报 是已结束算的 你今天能够战胜三 五年 你将来的罪 受罪 恐怕是要三 五节 甚至三 五十个节 三 五百个节 那就看你的居心 你用的是什么心 心要是非常狠毒 不得了 果报非常凄惨 所以 敦伦净分 是出世间圣人教导我们 比什么都重要 闲邪存成 这是自己的大德 要真正改过 改过是要忏悔 忏悔是决定不再造作 那叫真忏悔 忏悔之后再造 那个忏悔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世间人修忏悔 法不得力 他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真诚心 所以 把虚伪心转变成真诚心 这叫真忏悔 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句 孝慈 志愿是大行 无上菩提是大果 道德要怎样落实 诸佛如来教给我们是道德 道德要落实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 菩萨慈悲给我们做榜样 为我们做示范 所以佛经里头常常说 诸佛如来所表的是信德 诸菩萨所表的是修德 信修不二 信根修相应 修根信相应 信修是一不是二 这才能成就自己的道德 第一个是孝道 道德落实在孝里面 所以孝称为道 佛法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 今天在中国 江泽民主席讲三个代表 我们佛法是四个代表 德藏菩萨代表孝 观音菩萨代表词 文书菩萨代表制 普贤菩萨代表愿 四个代表 我们要认真努力的学习 孝这个字 前面跟诸位讲的很多 这个字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里面含的意思 声广无尽 孝上一半是老 字 下一半是 子 它的含义就是上一代 跟下一代是一体 是一不是二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过去无始 未来无终 这是一体 从这上面 我们就想到 这个体是什么 这体是法身 这个体是宇宙 变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 却确实实是一体 什么人正的 法身菩萨正的 诸佛如来正德 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凡夫为什么称之为凡夫 凡夫迷失了自信 不知道宇宙的真相 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在大成教里面来讲 真正是胡作妄为 因此 人不能不受教育 众生不能不受圣贤人的教化 如果不接受教育 他的思想 见解 行为决定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行 就会做出错误的行业 就会招来不善的果报 所以三途地狱是自作自受 不是别人做给你受的 在早年讲经 我曾经举张太炎的例子 讲过很多遍 张太炎去参观地狱 见不到 他才恍然大悟 地狱不是炎罗王建造的 如果是炎罗王建造的 一般人应该可以见到 不是 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你没有这个业 你见不到地狱 地狱在你面前也见不到 所以 地藏经 上讲 地狱只有两种人能见到 一个是菩萨 一个是造作地狱罪业的人 他去受果报 菩萨到地狱是教化众生 不是这两种人 你肯定见不到地狱 所以 古往今来 多少大德常常提醒我们 自作自受 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 自己的夜报 怎么能怪别人 这个只有接受圣贤教会 明白这些事理 他心是平静的 心平静 身智慧 这个人就有福报了 慈 观世因菩萨所代表的 大慈大悲 慈 跟我们世俗人讲的 爱 是完全相同的 为什么佛法不讲爱 要讲慈 这里面痛中有意 意在哪里 爱心要是生于智慧的 就叫做 慈 爱心要是生于感情的 我们就叫它做 爱 所以爱是无常的 是会变的 今天爱你 明天就恨你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看的很多 你看看年轻的男女相爱结婚 没过几天 听说他们离婚了 变化太大 所以世间人讲爱 我们听了一定要觉悟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为什么 它有变化 它是无常的 佛法里面 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 这个爱是真的 永恒不变 所以换一个名称叫慈悲 慈 是永恒不变 为什么 佛菩萨知道尽虚空变法界 杀土众生是一体 是 为心所限 为时所变 所以他这个爱是变虚空法界 而且永恒不变 即使众生造五逆十恶的罪业 佛菩萨对他还是慈悲 慈悲没有减少豪分 这个了不起 所以得罪 佛菩萨没有关系 麻烦在哪里 麻烦在 护法神 护法神决定不饶你 因为护法神 他不是佛菩萨 多半属于天神 他七情五欲没断 换句话说 他烦恼习气没断 得罪佛法 障碍一切众生 学佛的机缘 果报都是护法神在找你麻烦 绝对与佛菩萨不相干 佛菩萨 说老实话 从来不会起心动念 佛菩萨要起心动念 那他就是凡夫 他就不叫佛菩萨 他在顺逆境缘当中 不会起心动念 我们常讲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佛菩萨 这是真正觉悟的人 但是护法神可不是这样的 护法神 你护持佛法 他欢喜 他保佑你 拥护你 你要是摧毁佛法 他就来报复你 所以报复是护法神的事情 护法神究竟怎么做法 佛菩萨 佛菩萨也不起心 不动念 随他去 你要问佛菩萨 佛菩萨一定告诉你 随他去吧 这个理根是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白 在现前这个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是讲贤结 贤结有千佛出世 这是讲一个大的时段 释迦牟尼佛是千佛里面的第四尊佛 下面第五尊是弥勒菩萨 下身是现成佛 总的护法神是维陀菩萨 维陀菩萨负责护持贤结千佛 这是总护法神 护法神的总司令 所以我们到场里面 没有不公为佛尊天菩萨 这是总护法神 而维陀菩萨护法功德大 所以千佛最后一尊佛是谁 就是维陀菩萨成佛 最后他成佛了 观世因菩萨大慈大悲 我们理解他是从自信般若智慧里面流出来的大爱 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完全与信德相应的这个慈悲 所谓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个大爱 无缘就是没有条件的 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 没有条件的 同体大悲 悲是怜悯一切众生 他为什么怜悯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体 是一体的 就像我们这个身 我们哪个地方痛痒了 一定去抚摸 为什么 同体 这个道理与事实真像一般人迷失了 不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 不晓得这个道理 真正明白晓得 这个大慈悲心自自然然就生起来了 第三个字是 智文殊菩萨代表智 智 我们在后面有个简单的注解 四摄六度 这是智 在 华严经 里面 文殊菩萨代表十波罗蜜 六度展开就是十度 华严经 的行法 就是修行的方法 是以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 跟普贤菩萨的十愿 这二十条就是华严 修行的总纲领 总原则 不失 没有智慧 他不会不失 诸位都晓得 不失是修福 福根智是不能离开 没有智慧 他怎么会修福宝 真正有智慧的人 才懂得修福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都是属于智行 智慧的德行 佛告诉我们四舍法 四舍法非常重要 佛自己当年在世 给我们做出表率 做出榜样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四舍法的不失跟六度的不失 意思不一样 六度的不失是讲舍 是讲放下 不失波罗蜜 波罗蜜 是究竟圆满的意思 不失 怎样才究竟圆满 把自己的迁滩不失掉了 所以不失的目的是断迁滩 迁滩是烦恼的根 持戒是断自己的恶业 忍辱是断自己的甜慧 精进是断自己的懈怠 缠定是断自己的散乱 般若是断自己的愚痴 他都有对象的 果然把六种障碍 六大烦恼统统断掉了 这才叫六度 才成就圆满的功德 六度的事 要落实在对人 对事 对物 那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佛教给我们 四摄 四摄的 不失 范围很小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请客送礼 人与人之间往来 礼上往来 四摄法 要用现在的话来讲 公共关系法 交际法 人与人之间交际 交际从最小的夫妻 夫妻懂得四摄 彼此能够行六度四摄 夫妻好合 家庭会兴旺 小小的这些礼节不能疏忽 夫妻之间 兄弟之间 朋友之间 亲属之间 年节似乎应当送一点小礼物 常常能在一起聚餐 感情才能够融洽 误会才能够消除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误会 彼此很少往来 特别是现在的社会非常不善 再有很多人造谣声势 于是产生误会 如果常常往来 误会就不会产生了 过去我们跟韩馆长相处三十年 韩馆长最大的智慧 最大的德行 他追踪谣言 他不是轻易就听 你在他面前造谣声势 他点点头 很好 很好 你告诉我 你走了之后 他调查 这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绝对不是听信 这一招厉害 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惹是生非 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造谣 他会追问 你说哪个人说的 他会把那个人找来 是不是你说的 你怎么说的 一个一个追 追到最后 然后问你 你用意在哪里 你为什么要造谣声势 追根到底 所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造谣 三十年 我们和睦相处 到场太平无事 得力于智慧的领导 哪里会轻易听信谣言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要懂得的 这些事情天天会遇到 常常会遇到 这个人跟你说 那个不对 那个人跟你说 这个人不对 我们听了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你上当了 你被人欺骗了 听到之后 若无其事 我追不追 我不追 因为什么 我不管事 不管人 我追他干什么 个人造业 个人受报 个人因果 个人负责 这是我在讲习当中 常常讲的 我绝对不去调查 我也不去追究 但是他是一个道场负责人 调查追究 那是应当的 这是护法 这是真正护持道场 使这个道场能够得到清净 是方法 爱语 这个爱语不是甜言蜜语 真正出自于爱护 所以爱语里头有责备 有劝导 有教训 是真正爱护你 才给你说 不爱护 谁给你讲这些话 这些话都不好听的 不要看这爱语是好听的 爱语是很不好听的 但是真正爱护 所以过去谁来教导你 父母 但是 今天做父母也不叫儿女了 再从前除父母之外 老师 我这个年龄受到父母教会教训 老师教导 我这一生遇到这些老师都是真正的好老师 老师把我们当作比自己亲生儿女还看得重 我们对老师感恩戴德 他真教 老师的学生很多 为什么对别人 老师不能真教 老师也是要看人 你是不是真肯接受 你真肯接受 他真教你 你阳奉 因为 他也就对你客气 不教你了 为什么 教你就结冤仇了 你不能接受 那个对你绝对不会有一句责备的话 也就是随你去了 真正肯接受的 老师就非常严厉的教会 我们往年跟李老师十年 我们同学很多 有些同学天天在一起上课 老师对他非常客气 从来没有一句重话 但是有几个同学 老师是有骂 有打 一点都不客气 那是肯接受教会 因人而已 不是在老师身边 各个都是好学生 各个都是继承法卖的 没有 真正能够接受老师教会 续佛会命 李老师在台中教学三十八年 到他老人家往生 整整三十八年 我跟他十年 听他讲经说法的学生 至少五十万人以上 不会少过五十万人 跟他 就是常随弟子 今年累月不离开的 至少也有一千人 真正能有成就的人 三 五个人而已 你才想到不容易 实实在在不容易 为什么 你要不是百分之百的服从 依教奉行 你学不到真东西 但是百分之百服从的学生 到哪里去找 师资知道 可遇不可求 好学生想找个好老师不容易 好老师想找一个好学生更不容易 所以这是多生多结的缘分 决定不是偶然的 但是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求学的态度 你是不是有真诚心 是不是有恭敬心 真诚恭敬表现在哪里 不是表现在表面上那种虚伪的 是依教奉行 对老师有信心 老师所讲的能够透彻理解 能够百分之百的做到 这才是入室弟子 杨凤因为是假的 所以一个好老师在一生当中能有一个传人 就很不错了 他就很安慰 有很多人问我 我有没有传人 没有 到今年76岁了 一个也没遇到 李老师在70岁 我们见面 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老人家70岁 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孜孜不倦 认真努力在讲学 谁能够接受 最近这几年来 从许许多多灵媒透露的消息 九法界众生都在听 人不肯学 鬼神肯学 我们听到这些讯息非常安慰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用高科技 把自己所学的一点心得贡献出来 录音 录像 留给后人做参考 这就是身边眼前没有人 不要紧 远方有人 后来有人 古时候没有这些设备 用什么方法 写书 著作留给后事 希望后来能够遇到知音 后来有真正的私书弟子 像孟子就是孔老夫子的私书弟子 孟子跟孔子没见过面 但是孟子是孔子的学生 那就是孔子的著作 他能信 能解 能行 不但能行 后面还能证 这是真正的弟子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的 至于你是不是真正肯学 完全在自己发心 这桩事情 佛菩萨也帮不上忙 端在自己发真诚心来学习 所以 真性 必须把佛在经论里面 字字句句要落实 要做到 从哪里做起 我常讲 从 十善业道 做起 十善业道 从哪一条做起 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 从不妄语时 开始 你还会妄语 还会欺骗人 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 从不妄语时 开始 这是入德之门 入道之门 力行 力士 力益 所有一切行为 对社会 对众生 肯定是有正面的利益 决定没有负面的 同事 是接引众生的手段 接引众生的方法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随缘 我们今天接触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 一切都能随和而不执着 这叫做同事 我们今天到日本 我们的生活起居完全随顺这个道场 这是同事 我跟你是朋友 我决定不要求特殊的招待 人要有嗜好就不能跟人同事 要没有嗜好能够随缘 第四个字是 愿 普贤菩萨所代表的 普贤菩萨跟一般大臣菩萨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心量大 真正是 心包太虚 量周沙界 我们在 华严经 上看到 围尘 毛端里面都容纳 无量无边的诸佛 岔土 无量无边的诸佛 众生 在围尘里面 毛端里面 这我们没办法想象到的 谁能够契入 去清证 普贤菩萨能 大臣菩萨都没有这种神通 你想想看 围尘有多少 毛端有多少 世界是重叠的 重重无尽 华严经 上所说的 普贤菩萨的心量等虚空法界 华严经 上 佛告诉我们 菩萨不修普贤行 决定不能够圆成佛道 正的圆满的佛果 一定要修普贤行 静宗法门是修普贤行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从哪里看出来 无量受经 上帝一句 贤共尊修普贤大事之德 所以静宗法门跟普贤的关系太密切了 普贤是娑婆世界静宗出祖 释迦牟尼佛是现成佛第一部讲 华严 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 十大愿亡倒归极乐 他是静宗出祖 我们要晓得 修静土不修普贤行 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为陌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 附在三经之后成为净土四经 是大有道理在 普贤行就是全部 华严的行门 到末后把全部 华严行门归纳为十个纲领 我们称之为十大愿王 实际上这十愿 真正的愿只有前面这七条 后面三条是回响 第一个 礼尽诸佛 我们要学 诸佛 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特别着重在未来佛 未来佛是一切众生 换句话说 得罪一个众生就是得罪一尊佛 佛如来 什么人能够修普贤行 一般讲法 法身菩萨 踏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修普贤行了 我们凡夫努力认真去学 希望能够接近 希望能够沾一点边缘 礼尽的心 礼尽的行 不能不认真去做 礼尽 决定是平等的 绝对不分善恶邪症 为什么 他都是未来佛 但是称赞就不一样 称赞 是 他的心形与法性相应 称赞 与法性不相应 不称赞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有样子给我们看 你看圣热婆罗门 甘露火王 法苏密多女 他们三个人是代表贪甜吃 善财童子去参访 有礼尽没有赞叹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学到 这个人的言行与佛法经教相应 赞叹 与经教不相应 不赞叹 我们在 华言 上学会的 广修供养 你看看他用供养 他不用不失 这是以最尊敬的心 对待佛 对待父母跟对待一切众生平等 一切众生就如同父母一样 如同诸佛一样 所以他这里没有不失 只有供养 大臣菩萨里头有不失 普贤菩萨没有不失 普贤菩萨是供养 一切供养当中 法供养畏罪 这是修福 福会双修 如来果地上无量无边的大福 从哪里来 从广修供养来的 尤其是法供养 忏悔业障 业障要是不忏悔 你的智慧永远不开 为什么 业障障碍你自信般若智慧 业障障碍你的德能相好 所以业障要不能够铲除 你就没有办法明心见性 这是肯定的 随喜功德 非常重要 为什么 一切众生都有极度障碍 随喜功德是对质极度障碍 众生愚痴 不知道 看到别人有好事 心里觉得难过 还在想办法去障碍他 想办法去破坏他 他不知道那个罪业不是跟那个修基功德人结的 这个人做好事情 我看了很不舒服 我把他破坏 那个罪是不是对这个人的 不是 跟这个人毫不相关 罪从哪里结的 罪从事 他做这个好事对社会 对众生有多么大的影响 罪从这里结的 他的影响越大 你的罪就越重 与那个人毫不相干 所以是奸人于吃到这种急处 不晓得造作罪业之大 佛法里面结罪 真是结到虚空法界 他不晓得 发起菩萨书圣至乐经 里面讲的 两个比丘讲经说法 另外有一些出家人极度障碍 造谣声势 把这个道场破坏 把听众都劝离开了 说这个法师破解 这个道场被毁掉了 造作罪业的人 堕无间地狱 与这个法师相不相干 不相干 法师就像 冷言经 上所讲的 发意原成 圆满功德 他发心讲这不经 讲道中途被人破坏了 这法师的功德是圆满的 他的心圆满 他的发心圆满 他圆满功德 破坏是什么 是道场被破坏 众生的度文法的机缘被破坏 他的罪是从众生结的 从道场结的 跟法师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法师说老实话 占便宜了 本来他一部经讲完 他的功德才圆满 现在一部经不要讲完 功德就圆满 这对法师来讲是好事 讲一部经很辛苦 他这一部经要讲一个月的话 他讲一个星期被人破坏 他一个星期功德就圆满 对他讲是好事 罪跟法师不相干 我们学佛不能不懂这个道理 业障不能不忏悔 随喜功德就大了 随喜的功德跟法师的功德一样大 同样大的时候 随喜的人最聪明 法师要讲一部经 讲得好辛苦 功德圆满 他那个随喜的心 他把他的功德全部就拿过来 跟他一样大 这就好像已灯燃灯 法师是一盏灯 我们自己是一盏灯 我这个灯及他的光点燃了 光跟他一样大 我及他的光点燃了 自己没有费力气 这就是诀跟谜 一念诀 修功德实在讲很容易 一念迷的时候 纳造无量无边罪业 所以见到人做好事 有力量 帮助他 没有力量 心里生欢喜 这个功德大 法师在那里讲经 我不会讲 我劝我所认识的人都来听 这些人听经的利益 自己都有分 成就自己的功德 就在一念之间 请转法轮 是自己有这个智慧 有这个机缘 这个地方没有人讲经说法 邀请法师 大德来讲经 这一方名扬两立 不但一般人听经中了善根 纵然不开悟没有关系 阿赖耶使种善根了 这个地方就法界众生的利益 讲经的道场 法会的道场 绝不是有形这几个人 无形的众生 不知道有多少倍 你没办法计算 所以成就道场 赞叹道场 功德说不尽 障碍道场 毁谤道场 刚才说过 佛菩萨不动心 但是护法神 还有许许多多的鬼神 你把他们闻法的机缘破坏了 他那个恨 恨得多深 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然后你才会真正懂得修 随喜功德 你才会 请转法轮 请佛注视 这就是护持正法 正法常住在世间 这七条是愿 普贤菩萨的愿 念念不舍 后面三条是回向 常随佛学 是回向菩提 横顺众生 是回向众生 普皆回向 是回向法性 是回向实际 经文常讲 回向实际 实际 就是法性 所以后面这三愿是回向 我们限于时间不能做详细讲解 但是这在戴经里头都有详细的说明 第三句跟诸位报告过了 最后一句 无上菩提 是大果 无上 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名号 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 我们能够 修大道 养大德 屡大行 正大果 佛 是诸佛如来 祖 是祖师大德 自行 是真实智慧 不是真实智慧 他不会真正去修行的 化他 教化众生 是大人 大义 自行化他的大事就圆满了 所以应祖讲的这四句十六个字 也是佛法大总持法门 把整个佛法圆圆满满的都包括在其中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四大天王 第一卷 2002年11月9日 日本大阪和宗总本山寺天王寺荡明 21年1月45年1月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刚才我们听了执事长的开示 知道日本供奉四大天王历史与他的意义 我们非常欢喜赞叹 佛法 在经典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定是先有护法而后才有弘法 所以护持佛法的功德肯定是超过弘法 弘法不容易 护法是更不容易 什么人来护法 在佛法当中 我们见到护持佛法的人都是诸佛如来 四大天王在形象上是天王的身份 护士天王 实际上都是古佛再来视线的 硬化的 如果不是古佛再来 他怎么知道护持佛法 所以弘法多半是菩萨 护法却确实实都是诸佛如来 护士天王跟我们的关系 尤其是密切 我们知道 在佛法里面 总护法是维陀菩萨 维陀菩萨他要护持贤结千佛出世 这是个总护法神 四大天王 他是护持我们娑婆世界 尤其是南瞻布州 由此可知 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 这个太阳系 换句话说 就是他的辖区 他所护持的范围 天王大慈大悲 时时怜悯苦难众生 可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尤其是南瞻布州的众生 佛在 地藏经 上说得很清楚 这个地区的众生 刚强难化 一定要本地区的众生 能够奉行天王的教会 给天王有更大的力量 这也就是天王护持我们 他要有理由 理直气壮 这才能够护持佛法 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天王的教会 不能够配合他 天王纵然很慈悲 也找不到理由来护持 这是使他很为难的事情 这个道理 事实真相 地藏经 上都讲得很清楚 佛告诉我们 宇宙 法界 沙土 众生从哪里来的 现在许多科学家都在探索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这是一切学术的大根大本 研究的人多 说法也有许多种 但是都不能够让大众听了口服心服 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虚空法界 沙土众生无量无边 从哪里来的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心 这是讲真心 时是讲真心起的作用 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一切众生 不离真心 不离真心的作用 这桩事情只有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了解的透彻 所以他们说出来的 这叫做正法 为什么 完全与事实真相相应 一点都没有看错 一点都没有说错 这叫正法 如果没有正的这个境界 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 从自己想象当中说出来的 那就免不了有错误 免不了有偏差 这个错误跟偏差 在我们佛法里称之为邪法 所以正邪是从这个地方来说的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今天我们有缘在四天王寺 跟诸位同学一起学习 四天王对我们的教会 东方持国天王教我们行大道 南方增长天王教我们积大德 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修大行 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成大果 从这些地方来看 四天王是怎样教化众生 怎样来互持正法 一切圣贤 诸佛菩萨教导我们 是出世间一切法 一定要从自己本分上才能够求到究竟圆满 如果不从自己内心 行为上去求 那你的方向 道路是完全走错 走差了 这个理很深 是很广 我们学佛要懂的这个意思 成就道德在此 成就智慧也在此 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福德 无不在此 所以佛学称之为内学 内 就是向心性当中去求 成佛是从心性当中求得的 佛度一切众生也是从心性当中求得的 真的所谓是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从心性当中求 这个就是佛法 就是真实智慧 真正觉悟之法 佛称为大雄 你看共佛的这个大殿称为 大雄宝殿 这个熊是中国人讲的英雄豪杰 为什么称佛为英雄豪杰 世间人有福报的 有能力的 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甚至于有能力毁灭三千大千世界 那都不算英雄 真正英雄豪杰是战胜自己的烦恼习气 战胜自己的生死轮回 这才叫英雄豪杰 我们对于佛陀的心形 对于佛陀的事业 对于佛陀的教会 你仔细去观察 这才是大事业 英雄豪杰的事业 值得我们敬仰 值得我们效法 信实就是心性 没有形象 他能够献一切形象 所以是现在九法界 以种种不同的身形 为众生说种种不同觉悟的方法 在名号当中 尤其是最明显的显示 像是加木尼佛这个名号 就是他在此时此的 这个地区 这个时段 教化众生的宗旨 在此时词的 这里面所有的众生 对人没有慈悲心 所以佛的名号上用 释迦 释迦翻成中文意思是 能人 能以仁慈对待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现在此的众生心地非常烦躁 不得清净 所以名号里头用 穆尼 穆尼是 寂灭 的意思 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 统统都把它灭掉 这是穆尼的意思 所以穆尼是自立 是家人 此事利他 自利利他就是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映化在这个世间 唯一的一桩大事业 世尊名号里头 尤其是穆尼 这个意思 我们要非常认真努力来学习 从什么地方学 在顺境 善缘 这个环境一切都很顺利 善缘是一切都是善人 善知识 在这里面决定不起贪念 不起愚痴 你心就清净 在逆境 在恶缘 环境不好 遇到的人都不是善人 都是自己很不称心 不如意 在这个境界里面 没有一丝毫的甜慧 换句话说 顺境逆境 善缘恶缘都能保持你的清净心 保持你的平等心 清净平等身智慧 不生烦恼 这是慕尼 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好处 佛菩萨的名号是教化众生 天王的德号也不例外 也都是教学的方法 东方持国天王 持是保持 国是国家 从这个名号当中 我们就晓得这是护法 怎样能够保持你的家 怎样保持你的国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 从最小的地方来讲 怎样保持你的心 怎样保持你的身 中国儒家讲 诚意 振兴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持国天王就是教我们这些道理 这些本领 我们学会之后 却确实实能够走圣贤 佛菩萨的道路 不至于做错事情 不至于堕落在三图六道 持国 落实 那就是 敦伦净分 敦伦 伦是伦常 分是本分 伦常是完全与信德与自信与大自然相应的行为 在中国古人讲的五轮 五轮第一个是夫妇 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 这是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 敦是什么意思 敦是诚诚恳恳 用真诚的心 恭敬的心来对一切人 知道这一切人和自己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一体的 能够真诚恭敬的对待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来推广 敬分 分是我们自己的本分 佛菩萨没有自己 佛菩萨是现在这个世间无我 无私无我 他的本分是什么 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这是他的本分事情 其余一切是附带 是助援 正行是帮助众生觉悟 所以佛法的宗旨是 破迷开悟 离苦得了 诸佛菩萨是现本分的工作 本分的事业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方法 手段 无量 无边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诸位要晓得 他的目标 他的方向只有一个 帮助众生觉悟 首先要帮助自己觉悟 自己不觉悟 怎么能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自己迷惑 会引导一切众生迷惑 所以 首先要帮助自己觉悟 这叫行大道 诸佛菩萨 我们用凡夫的话来讲 大家容易听懂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我们晓得那当然都是视线的 无意不是帮助众生觉悟 他视线的形象 帮助众生觉悟 让众生看了之后能醒悟过来 言语的教会 古大德常讲 菩萨心肠 苦口婆心 从来没有一个念头 是为自己的 都是为众生 帮助众生醒悟过来 帮助众生开智慧 帮助众生回头 佛菩萨的形象 言语在哪里 在经典当中 所以我们要真正向佛菩萨学习 决定不能够离开经典 对经典要诚信 要理解 而且要有深度的理解 要把它做到 变成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言语 佛法你真正学到了 天王也真正护持你了 东方天王在中国的造像 手上拿一柄枇杷 这是乐器 这个乐器代表忠道 我们知道贤乐器 一定要把它调好 如果贤太松 他就不想 太紧 他就会断掉 一定要掉的是忠 代表儒家讲的 忠庸之道 用忠 不能够不到 也不能够过分 做到恰到好处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事对物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都要懂得忠道 中国古人常讲 要懂得分寸 要把分寸拿捏得很准 不过也不能够不到 这就是最殊胜的方法 佛家讲忠道第一异地 儒家讲忠庸 都是主张用忠 用忠才是最好的方法 南方增长天王 增长有积极 有消极 这是对于善法跟恶法来说的 正如三十七道品 里面讲的四正情 这四种 如果是恶法 不是善法 我们要勤奋地把它断掉 如果是善法 我们要勤奋地助长 要叫它增长 所以这里面有邪语证 贤邪存诚 这是基大德 诚是邪的反面 我们通常讲邪证 臣 实证 或者是讲善 臣是善 实证 是善 我们要存 邪 这是讲一切不善的 我们要防止 嫌 当作防止讲 预防讲 我们要懂得预防邪之邪见 一切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言论 要懂得防止 存诚 常存真诚心 永远存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慈悲的心 这就是基大德 我们也曾经在经典上读到过 魔来破佛法 其实佛讲得非常好 佛法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佛法 佛讲的这个话是真实的 魔王也很聪明 他的手段也很高明 他说 到你末法时期 我让我的魔子 魔孙统统出家 披上你的袈裟 把你的佛法灭掉 当时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话 只是流眼泪 没有说话流眼泪 这是不是魔真的能够破坏佛法 不是的 佛流眼泪是有两个很深的意思 一个是怜悯魔王 魔子魔孙 一个是怜悯一切众生 因为佛法是决定不能破坏的 魔所破坏的是什么 是他自己造罪业 将来必定堕地狱 佛看到这些魔子魔孙造作极重的罪业 这是怜悯 流眼泪是怜悯的意思 第二个是一切众生的度的机缘 就是文法的机缘被他破坏了 佛流眼泪是这个意思 至于佛法是决定不能够毁坏 他是自信 什么力量也没有办法毁灭自信 又何况诸佛菩萨 我们在大放广佛华言经里面看到 他们叫化众生 利益众生 那个范围是变虚空法界 这个地方有障碍 那个地方去了 那个地方有障碍 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魔的力量 自己以为有力量 其实他想错了 他所造的这些业跟佛菩萨不结罪 佛菩萨永远大慈大悲 换句话说 决定不受他的影响 决定不受他的障碍 他障碍凡夫 他障碍九法界众生的度的机缘 所以他结罪 跟佛菩萨决定不会结罪 跟一切众生结罪 实在讲他是跟众生过不去 而不是跟佛菩萨 与佛菩萨毫无干涉 这个事理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真正的佛弟子 无论是在家出家 他的标准是对于佛菩萨的教会 他能够诚信 他能够理解 他能够奉行 这样的人必定是烦恼轻 智慧常 换句话说 他的业障天天在消除 他的福慧天天在增长 这是一定的道理 必然的现象 如果我们学佛 果报跟这个是相反的 我们的烦恼习气天天增长 智慧不开 这个时候我们要反省 我们要检查自己 肯定自己修学犯了错误 如果不犯错误 如理如法的修行 果报一定是舒胜 就像佛在 阿南问世佛及胸经 里面所说的 他的果报一定是邪偶 决定不会有不好的这种现象发生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诚信佛陀的教会 理解佛陀的教会 奉行佛陀的教会 这是九界众生第一善行 第一好事 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犯错 很容易造业 而佛菩萨不会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凡夫他有我 执着这个身是我 有我 当然就有利害得失 如果对自己的利害得失有了冲突 他烦恼习气自然就现行 这是造作一切不善业的根源 佛菩萨为什么不会犯过失 佛菩萨无我 我们在《金刚经》上读到的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无我 他当然就没有利害得失 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平等的 永远是真诚的 这世纪大德 道理在此地 我们要学佛 从哪里学起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力养 放下对五欲六成的贪念 放下贪甜吃慢 入佛的境界就不难 如果这些东西不能放下 我们学佛实在讲 只能学个皮毛 而没有办法 契入佛的境界 佛菩萨他们的受用 我们不但得不到 实在讲 我们也无法想象得到 这里面的障碍 究竟在哪里 不能够不清楚 不能够不把它断除掉 断除掉之后 我们的智慧 福德自然就现前 为什么 智慧 福德是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 南方天王手上 拿的是宝剑 剑代表智慧 我们常讲会剑 文书菩萨手上 也是拿剑 剑代表智慧 说明智慧 比什么都重要 在世出世法里面 唯有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佛法求的是什么 就是求智慧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都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 能力 相好 这是佛在 华言经上说的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由此可知 我们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能力 圆满的相好 为什么会失掉 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把我们自信里头 本有的这些 得能障碍住了 只是障碍 并没有丧失 我们把这三种障碍除掉 自信的得能就圆满现前 一切众生这是平等的 所以佛法里讲平等是真正平等 智慧平等 能力平等 相好是我们常讲的福报 没有一样不平等 我们对佛这个开示 能不能相信 能不能理解 果然能信 能解 我们旧的奉行 奉行 怎么行法 要把执着放下 把分别放下 把妄想也要放下 这是真正听从佛菩萨的教会 我们才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 入佛菩萨的境界 就是恢复自己的信德 佛法的教学很少谈玄说妙 很少讲这些非常高深 高深莫测 佛不是这样教人的 佛如果这样说法 慈悲就没有了 佛法教众生 一定契合众生的根性 契合众生的程度 非常平易近人 也就是说 无论根性是利的 还是顿的 是聪明的 还是愚笨的 一定是人人都能够听得懂 人人都能够明了 人人都能够觉悟 佛才能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 帮助一切众生回头事案 务必能够将他的教会 完全变成我们自己思想 见解 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在工作里头 用在处世带人接悟 做一个纯净纯善 而没有丝毫过失 缺陷的人 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佛菩萨 我们称他为真正觉悟的人 真正明白的人 这是我们学佛不能够不懂的 天王教我们天天要增长智慧 要增长道德 要增长能力 要增长福报 样样都要第一 明天是日本世界和平纪念日 我刚才看到月份牌上写着 11月11号 四个一 很有意义 四个一 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在一年当中 四个一直有这一天 这是表示平等 平等才能和睦 每个国家都第一 每一个族群都第一 每一个宗教都第一 每一个人都第一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一定是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助合作 所有一切冲突都能化解 和平 幸福 美满自然就能够现前 这是增长天王教导我们的 四大天王 第二卷 2002年11月9日 日本大阪和宗总本山寺天王寺当明 21年1月45年2月 诸位同学 我们接着再看西方广目天王 广目观照 世间修大行 天王手上拿着是一条龙 或者是一条蛇 龙跟蛇都是代表多变化的 说明这个社会人事变幻莫测 取这个意思 让我们要能够看清楚 看明白 另外一只手上 它是拿一个宝珠 这个宝珠是代表不变 换句话说 人事物虽然变幻莫测 佛菩萨掌握到永恒不变的真理 以不变来应万变 人事才能够摆平 才能够真正做到如理如法 帮助这个社会和谐安定 帮助人民觉悟幸福 事出世间法都讲求缘分 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认识缘 缘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就是机会 他能够认识 他能够掌握 他能够运用 运用的如法 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的 建大功 立大业 成就无量无边殊胜的功德 如果运用不妥当 与信德相违背 与人情相违背 那就造成祸害 他的结果当然也是相反的 他造极重的罪业 令这个世间一切众生要受苦 要受难 这样的果报当然是三途地狱 他是没有法子避免的 诸佛菩萨虽然慈悲 也没有办法帮助他 天王教导我们行大道 积大德 自然成就了大行 大果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要用个修字 这就是真实慈悲的流露 天王也是佛菩萨示现的 在他们的分上没有一样不圆满 但是众生不圆满 要做样子给众生看 所以还是用一个修字 是修给众生看的 这才是真实慈悲的流露 众生的习气 无量劫来养的非常深重 听 一遍听 不懂 所以要一门深入 常时期的熏修 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往往佛为了帮助一个众生 经过千年万事 累劫都不舍 都照顾 总有一天他会回头 但是这一天究竟有多长 那就很难讲 有的人亦万年 有的人亦万劫 所以佛菩萨的恩德 只有佛菩萨知道 众生永远无法想象的 由此可知 菩萨修行是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为自己 哪里会到六道来 会到九法界来 没这个道理 为自己修行 肯定是在一真法界 但是在大臣法里面 特别是大臣原教 一真法界跟九法界是一不是二 所以为别人才是真正成就自己真实功德 譬如现在这个世间 已经很久很久疏忽了圣贤的教会 唧唧呼呼 现代人把什么叫圣贤 都忘掉了 七十岁以上的人 你跟他提起来 他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 七十岁以下的 已经很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印象 四十岁以下的 就非常困难 可以说在他印象当中 对于圣贤教育这个名词早就不存在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提倡圣学之道 提倡宗教教学的教育 在佛家讲世教化众生 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 真正帮助诸佛菩萨 帮助众生的人少之又少 而破坏的可以说是多之又多 破坏圣教那多如牛毛 这是随喜赞叹 真正学习的那是凤毛麟角 由于这么一个因素 所以这个世界才有劫难 劫难真正应由在此的 我们不能不知道 如果我们要挽救众生的劫难 那就不能不恢复圣贤的教会 我们落实到现实生活上来观看 现代的人并跟在什么地方 在于吃 在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辨别真旺 没有能力辨别邪阵 没有能力辨别是非 甚至于没有能力辨别利害得失 这是真可怜 对质这个问题 诸位想想 除了教育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能对质 归根结底 我们才能体会到 古来这些大德们 为什么那么重视教育 在中国 礼记里面所说的 建国军民 教学位先 建国 是建立一个国家 建立一个政权 军民 是领导全国的百姓 什么最重要 教学 我们看看晚静 从满清灭亡之后 民国成立 民国成立到今天九十多年 在九十多年这样漫长的时间当中 把教学疏忽了 在中国历史上 每一个朝代 建国的确是非常重视教育 蒙古人入主中国 满清入主中国 他们为什么能成功 成功在教学 民国为什么失败 失败在疏忽了教学 这个教学 我们特别要着重在 伦理道德的教学 疏忽了 今天偏重在科学技术 偏重在工商业 这种教学的后果 我们现在看到了 整个世界动荡不安 人心都没有安全感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维过 这个因素不是别的 失去了圣贤的教会 这是世人真正的危机 中国古人所说的 哀莫大于心死 心里面没有圣贤教会 就是心死了 这是最悲哀的 最可怕的一桩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失去了辨别真旺 是非 是非 邪正 厉害 得失的能力 这才是真正的可悲 孝涕中性 礼义廉耻 这是德 这是永恒不变的 在佛法里面 佛给我们讲的 在乱世一样能够成就自己 一样能够赶回来 一样能够赶回来 每一条都是信德的圆满流路 这也是永恒不变 就像天王手上拿的宝珠一样 所以佛教导我们 这个世间无论它怎么样变化 无论怎样乱 大乱之事 我们能够守着不变的信德 在乱世一样能够成就自己 一样能够赶化众生 这就是修大行 现代社会的一般年轻人 不知道孝养父母 我们怎样教化众生 那就要做出孝养父母的榜样 父母年岁大了 让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他的晚年 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要照顾好 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 不仅他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幸福 希望来生要往上提升 不能在六道里头向下坠落 我们有没有想到过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想见弥陀村 想了二十多年 缘不具足 这个意愿我们没有放弃 等待机缘成熟 我们相信这个世间人有这个福宝 虽然他们的业障很重 障缘很多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绝不舍弃 相信佛菩萨会保佑 能够把这桩事情做成功 做好 做出孝养父母的样子 给社会大众看 不一定是自己的父母 我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了 但是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人的父母都在 我们尊重 孝养别人的父母 就是孝养自己的父母 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回头 随顺性得 这一次我们到日本来访问 来参学 在此的我看到后面的匾额上写的是 合镜 触合 他们对于 合 非常重视 在这个地方看到许许多多的道场 他们把自己的老师供养在主要的殿堂里面 佛菩萨供养在次要的殿堂里面 把尊师重道 刻意地显示出来 这是教化众生 现在这个世间 孝道没有了 师道没有了 天下哪有不乱的道理 圣贤人的教会是在师道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日本人重视孝道 我们处处都能看见 中国在过去 每一家都有祠堂 年节都举行祭祖 祭祖是家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聚会 借着祭祖这个聚会怀念祖宗的教会 真正做反省忏悔的功夫 改过修宗的教会 希望把祖宗的教会都能够 圆圆满满满的做到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当我们上学的时候 父母叮咛 祖父一定要听老师的教会 所以我们接受老师的教会 就是孝道的表现 为什么接受老师的教会 父母教的 能受父母的教会 就是大孝 所以 孝底下 中国人加一个顺字 孝顺 不顺父母教会 这是大不孝 圣贤的教育 就是建立在 孝敬 的基础上 在佛法里面 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是叫孝清 叫尊师 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 这不经是佛门的孝经 是大乘佛法的基础 我们要懂得孝法古人 向古大德学习 他们都能够以身作则 他们自己修孝道 教子孙敬老师 不但教儿女 她也教导社会 这是道德的流露 这是道德的实践 我们今年祭祖先 这个圆成熟 我们在香港建立一个 万姓先祖祭纪念堂 中国福源很广 族群很多 现在统计中国的姓氏 大概有二万二千多个姓氏 在从前我们只讲 百家姓 百家姓 只有四百五十多个姓氏 没有想到现在的姓氏有二万二千多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有一万二千多个 我们建立一个纪念堂 每一家的祖先 我们都攻一个牌位 今年冬至我们第一次举行祭祖 我们是祭全国每一个姓氏的祖先 这是提倡孝道 对自己真正做了一点点好事情 在这个乱世 如果不能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是要靠缘分 没有这个机缘 我们能做这么多就算不错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把握往生净土 果然如理如法的修行 这个目标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你依照经典的理论 方法去做 我在讲 无量寿经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如果把无量寿经百分之百都做到 这里头的道理我都懂 我相信 我依照奉行 百分之百的做到 你肯定是上上品往生 如果百分之百做不到 我能够做到百分之九十 你就是上品终身 做到百分之八十 你就是上品下身 这样子慢慢往下降 降到下品下身 你要做到百分之二十 如果百分之二十都做不到 你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就没有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 今不是叫你念的 也不是叫你讲的 讲的天花乱坠 没用 这从前 李老师常常叮咛 嘱咐我们 今要做 要落实 认真努力去做 能做多少 你就做多少 希望年年能够增长 到你的晚年 我也曾经说过 你有一天 你有一个星期 你真能够百分之百做到 你就取上上品往生的资格 这是不受外面环境影响的 红法力生的机会会受环境影响 自己修行往生不受环境影响 是你肯定可以做得到的 为什么不去做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能够时时刻刻体会觉悟的人 他们的用心 他们的行持 自己要怎样来学习 成就自己的道德 成就自己的学问 有许多人谈到这桩事情 都感到说得容易 做起来太难 没错 做起来是难 但是这个难关不是不能克服 克服自己 古德说的 这不是我讲的 克己的功夫是英雄 是豪杰 是佛 是菩萨 是大圣 大贤 凡夫做不到 他能做到 他能够放弃自己的妄想执着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能随顺性德 我们并没有明星见性 什么叫性德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人他们所作所为 留下来这些经典 那些经典就是我们自信信德的流露 因此 我们能够随顺经典 随顺圣贤的教会 就是随顺自己的信德 那就没有错 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 所以 经不能不念 不能不求解 不但要求解 要深入 佛在经上劝导我们 深解一去 你解的浅 不够 你要解的深 你要做的彻底 才能够改变自己 才能够帮助社会 帮助众生 看看世间人哪些地方违背信德 我们要做出好样子来给他看 作为一个补救 这就是为一切众生修大行 广木天王教我们细心多看 北方多闻天王 教我们多听 唯有多看多听 才能够增长道德 增长智慧 增长德能 增长福德 多闻天王 这里面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常识熏修 尤其是对于现前的社会 现前社会年轻人没有耐心 学东西总希望学简单的 时间短的 很快就能学成的 看到分量多一点 如果需要时间长 他就厌烦 尤其是圣教 决定不是学一遍 两遍就学会了 没有这个道理 古大德清静善知识 至少都是十年 根性历的 如果中下根性的人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 有很多很多人 清静老师 一直到老师过世 他才离开老师 老师在 一天都不肯离开 实际上 他的道业 学业早就成就 为什么还跟在老师面前 没有别的 现身说法 给后来的同学看 亲近老师的时间 越长越好 这是现身说法 这就是慈悲的表现 他能够真正体会到老师的心意 真正体会到大圣大贤教学的意趣 他是以身作则 以身来行道 来感化后学 给世人做榜样 非常非常的难得 世相虽然很复杂 说之不尽 最重要的我们要能够掌握到原则 最高的原则就是随顺性德 要真正有心为苦难众生 为一切造作罪业的众生 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 做出一个回头的样子 做出一个持戒忍辱的样子 这个功德无量无边 不但能够消除自己的罪业 同时你能够得到诸佛护念 龙天善神的拥护 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 真修的人少了 如果真的有一 两个发心真干 古人所谓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们自然能够想象到 一切诸佛都赞叹你 一切诸佛都在加持你 肯定的道理 我们为什么不发心 为什么不认真的去学习 多闻天王手上拿的是散盖 散盖是表防欲污染 成就纯净纯善 由此可知 菩萨从初发心到静菩萨的 静菩萨的就是等觉菩萨 菩萨的到了顶点 到最后了 就是等觉 换句话说 从初性位到等觉位 都要实时防御染污 在初学 要防御剑丝的染污 尘沙的染污 无名的染污 正的阿罗汉果之后 剑丝断掉 这个染污没有了 但是还有尘沙 还有无名 纵然正的菩萨果位 是法身菩萨了 尘沙染污也没有了 还有无名的染污 天王教给我们防御 无名染污一直到等觉位 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才是真正的纯净纯善 由此可知 天王护持是护持你 从初发心到圆满成佛 都不离开你 这个恩德超过父母太多太多 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世的 天王对我们的恩德是深深世世 永远没有间断 我们自己要能够明了 要能够体会 我们怎样来感恩 唯有依教奉行 我们知道护法的恩德 报恩的心才能够深得起来 知恩报恩 我们在大制度论里面看到 佛教导二弟菩萨 这是登了的 二弟菩萨修行有八个科目 知恩报恩是其中一个科目 所以二弟菩萨才知恩 我们想想 知恩真的不容易 他根本不知道恩 他报恩的心怎么会深得起来 以我们现实社会来说 父母的恩 子女知不知道 不知道 他要知道 他当然就孝顺 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人教 老师的恩德 那更不必说 更不知道了 在古时候 父母教儿女知道老师的恩德 要报答老师 所以是父母教的 父母的恩德是老师来教 老师教学生 告诉学生父母恩德之大 两个互相在教 现在是父母也不说老师恩德 老师也不说父母恩德 变成统统都不知道了 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 二弟菩萨才真正明了父母恩 老师恩 护法恩 众生恩 这真正明白了 报恩的心油然而生 用什么方法报恩 唯有心形随顺性德 随顺经教 依教奉行 这些年来 我们提倡四好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用这四好来总报大恩大德 这里包括父母恩 老师恩 护法恩 众生恩 统统都包括 例行四好的人 这个人是真正的佛弟子 即使他没有受过三规 他也没有受过五戒 我们深深的相信 一切诸佛都肯定他是如来真子 总善应得善果 我们要学佛 要学做一个好人 首先要肯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儒家大德告诉我们 人性本善 以这个为基础 来修自己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佛又告诉我们 心量要大 量大幅大 心同虚空 量周杀界 我们的真诚心便虚空法界 我们的清净心便虚空法界 我们的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无意不适周辩法界 包容一切众生 说好话 颜色要柔和 言语要诚实 真正做到不妄语 不两舌 两舌是挑拨是非 不恶口 恶口是说话粗鲁 不起语 起语是花言巧语 存心欺骗别人 这四条是佛家的大界 实善里面讲四种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起语 五界里头只说一条 不妄语 这句不妄语 把实善里面这四句 统统都包括在其中 这是佛法修行的基本大法 如果这一条做不到 连初学入门都不可能 就更不必谈向上提升 换句话说 佛这一条界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这一条界做不到 失掉人生就不能再得人生 什么时候你能够再得人生 你什么时候能想起这一条界 能把这条界认真努力去做 你才在能够的人生 由此可知 这一条界律的重要 行好事 什么是好事 起心动念 一切作为 一定要想到对社会有利益 对众生有利益 对于正法常驻 世间有帮助 这是好事 如果对众生不利 对社会不利 对正法不利 那你所做的是大恶事 不是小恶事 不但是行为 连起心动念都要想到 如果我们的心好 言语好 行为好 这就是好人 好人是人中之宝 好人是真佛弟子的基本条件 如果不能成为一个好人 你看看经典上 我们展开经卷 常常念到 善男子善女人 那个善 就是具足四好 才称为善 佛弟子都是善人 不善的人不是佛子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的 真正做到四好 一定得到四大天王护持 四大天王保佑 四大天王拥护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成就道业 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个地方圆满 谢谢大家 H冒号反斜线 均空底线 Master底线 Files底线 净空法师 红法文字资料 underscore no seal反斜线 8dacnjejing 等 警号八大人绝经 佛说八大人绝经 第一卷 2002年11月2日之恩院和顺会馆当明 15年1月5年1月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在日本之恩院做奖金红法的大会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本子 这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的 八大人绝经奖记 是过去在台湾讲的 是韩英居士笔记的 我们这一次就用这个本子 也纪念韩英老居士 佛法无论是大小成经典 可以说字字句句都是含无量意 这一次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 所以跟诸位简略的介绍这部经 时间虽然短 也要把这部经讲圆满 这是一定的规矩 这一次在此的举办这个法会 得到水谷先生跟中村老法师他们两位的大力支持 能够在寺院里面讲解佛法的经典 因缘是非常的殊胜 我们总希望把佛法教学能够从寺院再兴旺起来 刚才我们听到水谷先生的致词 跟老和尚的代表研法师的讲话 我们能够肯定日本佛教界知名的人士 对于弘扬经教 利益众生都非常的肯定 我们听了也非常的欢喜 也非常之尊重 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 集合这个力量 希望把佛法能够推展到全世界 我们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 从世现成到之后 就开始做教学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 所谓是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从这两句话 我们就深深能够体会得到 世尊当年在世 可以说一身从事于教学的工作 四十九年没有中断过 没有休息过 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的 应当要效法的 这一次我们有殊胜的姻缘 在高野山本爵院住了五天 在那边跟大家讲解 观经三福 介绍印光大师传法的心药 跟诸位说明 诸佛菩萨们 他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是自信信德的自然流露 换句话说 能随顺信德 就叫做佛菩萨 违背信德 这是凡夫 所以学佛就是要效法世尊 效法祖师大德 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 这叫真正学佛 做到之后能够说 做到以后再说 这就是圣人 说到之后能够做到 那叫闲人 说到做不到 我说的是不太好听 那叫骗人 那叫自欺欺人 所以佛法的教学 德行是列在第一重要 不但是佛法 儒家教学也是把德行列在第一条 孔子的四科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个是言语 第三个是正式 第四个才是文学 所以是出世间圣人教化 那个用心利益 我们不能不明了 不明了 你学习就无从下手 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道德的修养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 这是我们首先要肯定 要认识清楚的 然后才不至于误入歧途 经典就是佛的教学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佛陀教育里面的教科书 这部经是早期翻译的 我们看到翻经的体力 每部经一展开一定有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什么地方 与哪些听众 这些记载 这个经前面都没有 这是早期佛教刚刚到中国来 翻经的体力还没有建立 这部经我们从内容里面去看 大概是翻译的 安世高大师从佛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些法 截录最重要的八条 截录了八条 为我们做最简单的介绍 是这样的性质 跟四十二章经 性质非常相同 四十二章经 并不是佛说了这部经 都是在一切经典里头截录的 截录了四十二条 那是主法兰跟摩腾翻译的 佛经翻译 第一部是四十二章经 这都是时间很接近 这笔四十二章经 更简单 可以说是佛学的概要 是从经典里面截录下来的概要 前面两条是小乘法 后面六条是大乘法 可以说是介绍的相当的圆满 非常的精要 很值得我们学习 特别是初学佛法的人 我们跟他讲些什么 这几条是最恰当的 佛的经典很多 我们看到经题 这个经题是 佛说八大人绝经 有很多经典经题 并没有 佛说 这两个字 为什么有的佛经要加上 佛说 有的佛经就不用 佛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要懂的 一般经典 正宗分第一句话是佛说的 这不经经题就加上 佛说 如果第一句话不是佛说的 是佛的弟子提出来发问的 像这样的经典习惯上就不加 佛说 这不经是结集的 字字句句都是佛亲口宣讲的 所以在经题上也加上 佛说 这个字样 立题 就是题目它都有规矩 古人给我们讲的 有七种立题 这个在此的我们也把它省略掉 这不经在七种立题里头属于 人法 立题 佛 是人 八大人绝 是法 经题里头有人 有法 没有比喻 是人法立题 佛 这个字是觉悟的意思 是智慧的意思 具足圆满的觉悟 圆满的智慧 换句话说 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 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佛陀 在此地是专指本师 释迦牟尼佛 因为这不经是他老人家所讲的 觉有三个意思 自觉 觉他 觉形圆满 自觉是对不觉来说的 六道凡夫不觉 所以不觉就是谜 真正觉悟 他就超越六道了 超越六道 我们通常讲 六道之外是四圣法界 有声文 阿罗汉 辟知佛 全教菩萨 有藏教的佛 通教的佛 这些都是属于自觉 如果自觉又能够觉他 那就是菩萨 菩萨我们称为正等正觉 在佛法里面讲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在华言会上称为法身大事 这是真正的菩萨 正等正觉 觉形圆满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在四十一位法身大事之上 是究竟圆满的佛果 本师是加木尼佛 他所证的的是 究竟圆满的佛果 我们称他为佛陀 这不经是佛说的 所以前面观 佛说 八 是讲八种觉悟的方法 所以他底下有觉悟 有觉知 我们用一个名词做代表 就行了 八种觉悟的方法 由此可知 他非常重要 完全都是从刚领上讲的 从原则上讲的 我们一定要把他掌握住 自己走觉悟的道路 大人 是对佛 对法身菩萨的尊称 这八种方法都是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觉悟的原理原则 我们应当要学习 所以称为 八大人觉 经 是通称 在佛法称为弃经 上弃诸佛所证之理 下弃众生可度之机 称之为弃经 经 经 意思很多 在 华严经 里面说了十种 现在经典流通都很广 在此的我们也把它省略掉 再看人体 经典都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 原文是梵文所写的 到中国来之后 一定要通过翻译 把梵文翻成中国文字 在中国才能够普遍的流通 这不经是什么人翻译的 一定有一个负责的人 古时候翻经非常慎重 一场规模都很大 等于像我们现在讲的一经院院长 是用他的名义 他负完全责任 给我们产生信心 翻译的人是 后汉沙门安氏高乙 后汉是表年代 这在什么时代翻译的 沙门是学历 这世法师非常谦虚 往后一经的人都称为三藏法师 安氏高大师 却确实识他是三藏法师 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称呼 他用沙门 沙门是非常谦虚 非常客气 沙门的意思翻作 情习 情修界定会 习灭贪甜吃 这是沙门的意思 换句话说 学佛从一入门 在家居是能够修五界十善 也能称沙门 沙门不分在家出家 出家沙门能够勤修十界二十四门 威仪 也就是有沙门的条件 所以沙门是非常谦虚 客气的称呼 这是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 特别是给末法众生 末法众生实在讲 他不觉 他迷惑 狂妄自大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称呼 我们的感触非常之深 我们应当学这些大德们的谦虚恭敬 自卑而尽人 安世高 是大师的德号 他的德号实在是 世高 安 是他国家的名称 就像我们中国玄奘大师到印度去留学 称为唐玄奘 他并不是姓唐 他是唐国的人 加上他国家的名号 外国法师到中国来红法 也都把他自己国家的名号 加在前面 所以称为安世高 安 是安息国 汉朝时候的安息 唐朝叫做波斯 现在称为伊朗 现在讲他是伊朗人 在汉朝时候称为安息国 安息国的世高大师 他是安息国的王太子 是一个孝子 父亲是安息国王 父亲死了之后 他继承王位 没有多久 他就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 他自己出家修行 跟中国缘分非常之深 以后到中国来弘扬佛法 是中国佛教早期翻经最殊胜的一位大德 他总共在中国住了二十多年 翻经有二十九部 总共有一百七十六卷 现在在大藏经里面都可以看到 这不仅是他到中国早期所翻的 是其中的一步 他到达中国事件和元年 是公元一百四十七年 年代这样说法就很清楚了 今年是公元二千零二年 他是公元一百四十七年到中国来的 在一般的经典都有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 很明显的分法 这部经里面没有 早年李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部经典 他说虽然没有这三分 细细观察也有这三段的意思 经文一开始从 为佛弟子到 八大人觉 这四句 可以说等于是续分 从 第一觉悟 到 第八觉悟 这八段是本经的正宗分 也是这部经典所讲的重点 最后一段文 从 如此八事 到 常祝快乐 可以说是本经的流通分 为佛弟子 这八条是诸佛 法身菩萨觉悟的法门 这样才不失为佛陀的真实弟子 这个弟子不论是在家出家 这四句的开示 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 佛教我们在二六时中 就是昼夜不能够间断 以最真诚的心 最恳切的心 没有一丝毫虚伪的心 像诸佛如来 像法身菩萨学习他们这八种真实觉悟的方法 现在请看经文 第一觉悟 世间无常 国土为粹 四大苦空 五因无我 生灭变异 虚伪无主 心事恶缘 行为罪守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 学佛的同修们都知道 佛家常常讲 生死世大 我们学佛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 无非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世尊当年在世 我们从史传上看到 他曾经到外面去旅游 这世出四门旅游 见到人间生老病死苦 他从这个地方得到了启示 才发心出家修道 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 这个目的他达到了 他做到了 做到之后 帮助我们六道里面苦难众生 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这是佛陀出示真正的目的 经典 经典虽然很简短 经典 非常非常重要 佛给我们提示 第一个要觉悟 世间 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小 这是指我们日常居住学习周边的环境 扩大就是这个地球 再扩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 银河系还不大 银河系 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 是娑婆世界里面的南瞻不周 世尊 一尊佛 的教化区 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银河系是各单位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 如果照黄老居士的讲法 是十亿个银河系 十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 这是一尊佛的教区 从这样来观察 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 太渺小了 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 无常 说明这个世间有沉住坏空 这个世间里面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刹那在变化 绝对没有恒长的 所以给我们说清楚 国土为粹 这个世间 我们今天知道的 有许许多多天然的灾害 有火灾 有水灾 有风灾 有地震 没有一时一刻它在停止 现在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 给我们提出许许多多丰富的这些尝试 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地心的变化 地壳的变化 却确实实如佛所说 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对这个世间我们要善于利用 佛法常讲 借甲修真 从无常里面我们要学真常 什么是真常 法性是真常 法性身是真常 法性土是真常 如何能够从无常修成真常 这是功夫 这是真正的觉悟 四大苦空 五因无我 这两句是讲无我 我这个身是假的 这个身体细胞新陈代谢也是刹那在变化 换句话说 我们走进讲堂时候的这个身体 跟我们听完这两个终点经出去 这个身体 是不是同样的 跟诸位说 不一样 许多细胞死了 许多新细胞生了 新陈代谢 所以两个小时的变化就很大很大 五因无我 四大 是讲物质 五因 是讲精神 我们把整个生命界的现象归纳起来 不外乎这两大类 物质 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基本的物质组成的 像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分析 我们了解 所有一切物质都可以分析 分析成为分子 分子在分为原子 电子 粒子 听说现在粒子还能够分析 称为 夸克 这是最小的 动物 植物 矿物 星球 世界 都是这些基本的物质组合的 所以物质的确是平等的 金刚经 里面讲 义和乡 我们从科学证明了 确确实实大而宇宙 小而为成是一种物质组合的现象 所以它是平等的 基本的物质它有四个现象 称为四大 第一个 它确实是个物体 很小 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用科学的仪器能够发现到它存在 这个我们称它为 的 的就是说它是个物质 这个物质它有温度 温度我们称它做 火大 它有湿度 湿度我们称它为 水大 水是代表湿度的 这是中国人 东方人讲的 现在西方人 他不讲温度 不讲湿度 他讲带阴电 带阳电 带阳电就是火大 带阴电就是水大 它是个带电体 它有个现象 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这个动就叫做 风大 风是动的 不动就不叫风 基本粒子这四个现象 就是 的水火风 这四个现象 这四个现象 刹那刹那在变化 苦空 它不是永恒存在 它是刹那变化 那个变化时间速度之快速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这是让我们了解物质世界的真相 然后再告诉我们精神世界的真相 五音 五音 是色 受 想 行 识 第一个 色 就是前面讲的四大 是物质的世界 受 是感受 想 是你的妄想 统统不是真实的 妄想 行 是不住的意思 就是你没有办法停留 你一定是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 末后 时 就是佛法讲的阿赖耶时 法相为时学里面说的非常详细 色受想行 识 生灭变异 虚伪无主 总而言之 无论是精神的世界 无论是物质的世界 包括我们这个身心以及生活环境 它的真相是 生灭变异 虚伪无主 这八个字佛把它说尽了 再看下面这两句 心是恶元 行为罪手 如是观察 见离生死 前面两句非常重要 是第一觉悟里面最要紧的两句话 心 这个心是妄心 就是讲我们的念头 念头是一切恶业的根源 行 是讲我们的身 我们的口 身口造业 罪手 手是极具 所有一切不善的造作都是身口所做的 我们在忏悔记里面常念 往昔所造诸恶业 这些诸恶业谁造的 总是身 与 意这三种造作出来的 这是教给我们真正求忏悔的法门 要认识清楚 其心动念是恶元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他们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硬化在九法界里面 他们随顺众生 在一切静缘当中 他却确实实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即使在给我们做种种视线 教导我们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 这就是大成经上常讲的 那家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我们恰恰相反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是恶元 然后再表现在我们身体形象当中 就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佛在此的 第一条教导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你真正看清楚 看明白了 这个 观察 是觉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世间国土是宇宙 四大无因是人生 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就不会起心动念 你就不会再造罪业 这样你才渐渐能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 佛菩萨大人他们观察 就是大成法里面常讲的观照 照见 般若心经 里面讲的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地方的观察就是照见 因此 经文虽然很简短 一里深广无尽 我们是凡夫 而且是罪障深重的凡夫 我们如何入门 怎样学习 这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学习 入门的方法 只有一个 要是说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六道凡夫 没有人能做到 六根接触 六成境界 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 这怎么办 我们起心动念 不要为自己 这就能入门 起心动念是为自己 那肯定是心是恶元 行为罪手 你不可能不造业 你要是造业 你不可能不受果报 果报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绝对不是佛菩萨给你受的 也不是阎罗王 也不是上帝 换句话说 与外面境界毫无相干 都是你自己罪业变现出来的果报 这个道理 大乘经里面讲得非常详细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佛菩萨在旁边看到 身怜悯心而已 帮不上忙 正如同你做恶梦一样 你在做恶梦 在梦中受苦受难 清醒的人在旁边看到 没有办法帮你忙 这个道理相同 金刚经 上讲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话是决定正确的 因此 我们入门 就是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绝不为自己 我们为一切众生 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 为苦难众生 为正法注视 我们的心形决定 与圣教相应 我们今天讲与自信相应 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没有明星见性 你怎么能与自信相应 佛菩萨的经教就是自信 是自信的流露 我们能够随顺经教 就是随顺自信 就是与信得相应 这是我们学佛入门之处 功夫得力 受用无有穷尽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